有些人認為過敏就是免疫力 太差 或免疫力太大 不是這樣嗎 不是 不是這樣 這一定要跟各位溝通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我們企業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現代人過敏比例高 常常因此而困擾 但你有想過 這些過敏症狀 居然會有致命危機嗎 就讓今天的好辣醫師團告訴你 今晚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季節交替 最近天氣忽冷忽熱 有時候大家是形容 一個禮拜可以看到台灣的四季 春夏秋冬 對 真的 早上到晚上是兩季 這種天氣可能大家過敏就非常 很痛 還有氣喘各方面 對 根據調查有50%的 民眾有這個 遺傳的過敏體質 但有80%的兒童呢 有過敏的症狀 那嚴重過敏又導致什麼樣的情況呢 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 第一個 呼吸系統過敏 咳嗽 鼻涕流不停 我們看看到底這是什麼原因 嚴重會恐呼吸衰竭 怎麼可能 過敏到呼吸衰竭 大概40-50% 再來就氣喘 大概10-20% 異位性皮膚炎大概5-10% 所以我們叫過敏三兄弟 因為他們都是會交替的出現 只是說看你 你有一個 兩個 三個 那基本上很難根治 坊間如果有一些 所謂的藥或什麼說會根治 大概很多是唇疑 那基本上 過敏就是控制 控制讓你的生活作息 不會影響到你 那是治療最高的目的 我們很難說會根治會根治 因為它基本上是體質的問題 我們一般都在控制怎麼控制呢 就是第一個 冰的少吃 多運動 小朋友 愛吃冰的 曬曬太陽 對 然後多曬太陽 那再來就是說 家裡家屬四壁最好啦 怎麼講 就是說 絨毛啊 地毯啊 那種東西盡量是少 再來就是說 開廚師機會比空氣清淨機好 那空氣食物都還維持在50% 是差不多啦 那再來就是規律服藥 那一般會造成嚴重的呼吸衰竭 大概都是氣喘比較常見 然後他沒有規律的服藥 就是他覺得好了 那他就自己就停藥了 那問題是中重症的病人 他並不能這樣 自己想停就停了 所以一般在急診 會看到呼吸衰竭 大概都是氣喘 那我分享的是一個 比較嚴重一點的 就是說 耳鼻喉科常見的 就是處理呼吸道 那一個病人 他主要是因為 應該我們在猜應該是藥物 或是食物的關係 因為他前一天去上KTV 然後喝了很多酒 或是吃什麼食物不知道 那後來喉嚨痛去買藥吃 吃一吃呢 越來越痛 而且越來越呼吸不到氣 所以就趕快來急診 那急診一看就是整個氣管 已經水腫起來了 而且血氧一直拉不起來嘛 第一個一定是找麻醉科 來插管 維持呼吸道 我們呼吸道如果沒有 五分鐘就回去了 對所以還是不行 那就是找我們 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是專門在做氣切的 所以找我們就臨時 緊急做氣切 那緊急氣切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你三到五分鐘 如果你沒有切進去 讓病人有血氧進去的話 不是白菜就是回家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可以體會 什麼時候就在跟死神在拔河啦 像我的氣喘是非常嚴重 然後因為是爸爸遺喘 然後我從小就開始過敏 然後過敏的很嚴重 是我早上起來 一定要洗掉半包的衛生紙 才會停止 然後甚至有時候很嚴重 是我記得有一次我工作 然後我請那個 金智人幫我買那個過敏藥 鼻炎的過敏藥 我吃都沒有效 然後到後來越嚴重 是我眼睛怎麼腫起來 然後開始一隻眼睛 開始流眼淚 狂流 沒有辦法控制嗎 沒有辦法控制 他就是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甚至我後來去看醫生 我只要每次早上 一直打噴嚏 打到最後去看醫生 我就是變鼻痘炎 就很嚴重 然後後來姐姐就看不下去 他說他們那個公司 就是有在團購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過敏 然後就說什麼貼這種 我有買這個 這個過敏貼片 這超有用 對 它是睡覺的時候 貼在衣服上 貼衣服上 對 它會有那種有點像 薄荷的味道 它有油加利 薄荷跟茶樹的味道 然後它是因為它那個味道很天然 然後很舒服 你等於貼在睡衣上面的 或是你貼在嬰兒床旁邊 就是讓它淡淡 然後鼻子如果鼻塞 真的貼了不久之後會通 然後就會讓你很快就睡著 不然我們常常比賽 真的沒辦法睡覺 就會一直 吸不到氣 然後睡不著 可是貼了這個的時候 這媽媽戒熱銷款 真的假的 這是我姐姐送我的 後來就持續貼 可是我在想這種貼片的時候 其實我貼草紅帕斯就好 因為草紅帕斯也有涼涼的啊 不是嗎 那老一分又是萬金油圖這邊就好 然後它這個是好像天然的味道 這個比較類似 自然療法那一塊的東西 沒有 裡面就是精油 對 那一類 就是在西醫上它並不是標準的療程 而且有一些輕微的過敏反應 它其實自己也會好 所以你剛剛貼完的時間也差不多好了 所以 心理重要 對 那我想問 一定想麻利擠擠擠 對 因為我媽媽看我打噴嚏打很嚴重 每次叫我洗澡的時候就用那個 就是熱敷毛巾 然後一直讓鼻子這樣 呼在這邊 然後每天都要這樣做三四次 我好像真的有改善 這是真的可以的嗎 熱毛 這邊回答 其實你用熱毛巾 熱敷鼻子 這對鼻塞 基本上是一定是有效的 基本上這是對的 那至於你剛剛用什麼 油加利素或薄荷的話 基本上它是讓你的黏膜 有一點點刺激 然後會產生收縮的作用 那其實今天提到的過敏 包括呼吸道的部分 包括鼻子跟氣管 那這邊其實我們在 臨床上我們比較在意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耳鼻歐科有一個觀念 其實你發作的病人 你有兩種藥物 一個叫 鼻子有鼻子過敏的 平時保養用 氣喘有氣喘的 平時保養用 另外一個叫緊急發作用 病人要知道你的狀況 平時的藥如何使用 緊急發作的時候如何使用 這是基本上才能夠讓你保密 其實剛才提到說 氣喘會造成死亡的個案 其實大家最清楚 鄧麗君 氣喘急性發作 林翠 崔愛玲 它本身都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引起的 所以說氣喘這個病 基本上你病人如果不知道 你現在正在喘 你不知道你藥物怎麼使用的話 你就必須去救診 讓醫生來處理 否則就是急性 呼吸衰竭就是死掉 再過來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在市面上有一些那種叫做 鼻噴劑 就是當你鼻子很塞的時候 你會一噴 噴了之後馬上就通了 那在我們臨床上面 它只能短期使用 一般來說不要超過一個禮拜 否則當你噴習慣之後 你不噴那個藥之後 會產生什麼 反彈性的黏膜會腫脹 反而會讓你的鼻塞更嚴重 它裡面是什麼 抗藥性 所以那個裡面是什麼東西 是類伏的嗎 血管收縮劑 這個一定要宣導一下 因為一般民眾就 廣告很大嘛 看一下就為什麼 你現在真的很有效 我的確實是 兩邊都塞住 真的直接噴直接好 對 那個就短期用 那可以隨便買得到嗎 就可以啊 藥藥酒都買得到 那不是類固醇 類固醇 它不是類固醇 反而類固醇噴劑 才是保養的藥 是的 你看它不是 因為一般 它的身體吸收率 大概2%而已 其實並不會影響發育 也不會影響到 身體全身的作用 所以我在門診 都要跟病人宣導 是 外面的噴劑 不要隨便買 那有沒有建議 那個謝杰玲要怎麼 我看謝杰玲 這個眼眶有點黑 如果 我看你是 它這個固醇很嚴重 它鼻竇炎啊 它過敏也嚴重 它看起來有鼻竇炎 黑眼圈的話 我從頭多小就有黑眼圈了 過敏會影響到靜脈的回流 所以基本上黑眼圈 是情有可原 你現在這樣感受 就是用藥物就是 第一個我們就說 噴的 噴的內部醇 第二個再來就是 抗阻治安 口服的抗阻治安 那基本上 不是想噴才噴 那都沒什麼用 因為它是讓你身體 維持一個恆定的濃度 才有效 長期固定運動也會改善 對 也會OK 所以就是做一些有氧運動 我剛剛講的一些 作息正常 對 作息正常 都可以吧 那或是你要搬家 你搬到南部 你搬到南部 不要這樣是不是 北部真的是比較 很快去吧 對 有些人 比如說搬到高雄 或者他去美國 比較乾燥 建議到新加坡去發展 對 對 那 當然你搬家 並不是你好的 只是說那個環境 讓你 對你比較友善 所以你的發作的次數會減少 但還是要注意就是 是 很難根治 然後要強調一點 我有一個病人 他本身有氣喘 還有過敏性鼻炎 那因為他是一個年輕的上班族 所以他有一個情況 他跟我講說 他的辦公室裡面 只要每次有人感冒 他就一定會被傳染 而且他 只要得到被傳染到感冒 就一定都是很嚴重的 重感冒 對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要談到那個 過敏的免疫系統 我們在講過敏的免疫系統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一個英文字 叫做SKEW 這個字就是歪掉的意思 就是說他的免疫系統 當他遇到沉滿這些過敏源的時候 他的反應很強 強到說我們要用類固醇來控制他 但是當他遇到一些流行性感冒的時候 反而他的抵抗力又比正常來得差 因為他搶都搶到不應該搶的地方去 所以後來這個病人 我們把他的氣重量過敏性鼻炎 好好的控制之後 他自己覺得說 最高興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比較不會被人家傳染到感冒 所以說控制過敏另外一個好處 可以增加抵抗力 我小時候出生我就敬寶溫鄉 因為有肺炎 然後住院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這個原因說 就是我過敏性鼻炎 然後心肺功能也沒有很好 我小時候是打噴嚏可以打到 從半夜開始打 打到早上醒來 那個枕頭本來是藍色的被打 那個藍色的那個枕頭套 變成全部都是紅色的 為什麼 因為有鼻血 然後就一直沒有 可能就從一早起床 就一直手一直手 然後我媽有時候真的受不了 說不要再唱都給你 不要再唱 對啊 然後後來呢 我也不是說那個是 我是突然間發生 因為我本來就是愛運動的人 結果我去國中 我去參加冬泳 就是游泳隊 去冬泳 結果後來冬泳完一學期之後 我那個過敏性 過敏的鼻炎的症狀 變成好得非常多 但是現在 在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還是會 會 突然仰起來 然後我有一次在電影院被 咳到被 差點被趕出去 真的是受不了 因為他來的時候你是控制不了 然後你就 把自己喉嚨這樣捏住 對 不讓他咬 捏住然後就眼淚一直流 對不對 一直流 這樣 受不了 因為電影院都是那個 絨毛 絨布 就接觸到過敏源 誘發這個過敏的反應 然後他那 一旦 好 鎮定下來之後 你的整個 我們就講台語講說 掃掉 講話講不出來 對 會整個變沙啞 檸檬整個會很腫 對 會影響到一些發生 一直比賽 那我這邊就分享一個案例 有一個中年男性啊 他就是 聽性偏方 因為他關節痛很久了 就聽說有一種新的療法 叫做 蜜蜂針咎 這樣子 就是 用蜜蜂去盯你的 把這個針留下來對不對 對 所以用一隻蜜蜂 那隻蜜蜂就死掉了嘛 因為它針就留在你身上了 對 然後去盯那個穴道 所以 他就去試了一次 很貴 因為 一隻蜜蜂死了就沒了嘛 對 所以他就去盯就 盯了那一次 他 他有起那個紅疹喔 而且後來回到家還有 有皮膚癢 但他就覺得沒關係 他吃了抗阻滋胺 然後他覺得很有效 所以他 但他又覺得太貴了 所以他就自己去 拿那個網子去山上 抓那個蜜蜂 對 然後他就想說 那我盯多一點好了 他就抓了好幾隻 就把他包在那個 膝蓋那個地方 讓他們在那邊飛 然後停下來 就盯他這樣子 對 好恐怖喔 結果呢 他也是又開始 又有紅疹了 然後呢 他又吃抗阻滋胺 這樣子 就這次抗阻滋胎 他覺得他的膝蓋 好像有比較好 就是心理作用 就比較好了這樣子 結果呢 就這樣慢慢 他開始發現 他越來越喘 越來越喘 而且他開始發現 他的 臉已經腫起來了 小病越來越少 後來他是坐 119到醫院去 我們趕快幫他緊急插管 結果結果出來 他有 急性的那個肺衰竭 腎衰竭 還有 肝衰竭 然後還有 橫紋肌溶解症 他一整個就是 整個身體是要垮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 坐在加護病房 然後中間就搭配了 呼吸器 洗腎 然後還有一些很多的 抗過敏的 要還有一些強心藥 終於把它救回來了 這樣子 所以過敏反應 是可以這麼嚴重的 這個是 這個不是因為 蜜蜂造成的 就是蜜蜂 是蜜蜂造成的 就是蜜蜂 蜜蜂造成的 所以是過敏反應 就是他的過敏反應 很強烈 所以其實 平常病人來到急診 然後過敏反應 是皮膚癢 我們知道你們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我們看到 你是皮膚癢的時候 我們比較不會害 不會擔心 因為我們怕的是後面的 像 過敏性休克 或是 過敏性呼吸衰竭 這些 有時候即使醫生在你旁邊 都未必救得了你 可是 對 嚴重的話 對蜜蜂有過敏感 可能一次叮到你 你就會死掉了 對 我有遇過 對 我有遇過 在急診罪行件 就是出了藥物 造成過敏性的休克的話 再來就是 可能去山上 早上去山上 結果被蜜蜂釘過來 結果我們就沒有辦法插管 就是氣切的 就是像這樣子 這種蜜蜂有那麼厲害 有人對蜜蜂釘 有人對草莓 有人對花生 對 有人對蜜蜂釘下去 它就 整個就腫起來了 其實這種過敏體質 它本身就是一個 很特殊的免疫反應 那基本上 大概有個概念 當你對這個東西過敏之後 基本上你會 你可能第一次過敏是三成 第二次再過敏就是五成 有一個例子 對 就像這個先生 他第一次釘的時候 只是紅疹 後來他變成呼吸衰竭 對 那我們中藥的話 其實也是有分 一個就是平常保養用 緩解你不舒服的症狀 那另外一個的話 急性期 急性期的一些用藥 那今天要介紹的一個 胸鼻的一個中藥 就是在急性期的時候使用 就是當你鼻塞 鼻涕很多 一直打噴嚏 鼻子不通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中藥的胸鼻 就是用中藥的話 我們這邊有幾個中藥 一個那個心儀 苍兒子 然後鵝不食草 跟魚心草 然後再加幾片生薑 那這些藥材 大概取的話是三千 那生薑是五千 你用一千CC的水去把它煮滾 煮滾了之後把藥材撈掉 然後最後放這兩個白白的 一個是冰片 一個是薄荷腦 那冰片跟薄荷腦 這兩個的話 就是最後再加進去 就會煮成 對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中藥的藥水 然後 這在喝是不是 不是喝的 這個藥水可以喝 這個藥水可以喝 但是加了這個 它也可以喝嗎 它有薄荷涼涼 水還沒有加這個的時候 就是是可以喝的 但我建議加了之後 就是用燻的 用燻蒸 那怎麼燻 你說熱熱的 熱熱因為有蒸氣 對有蒸氣 它其實跟杰琳剛剛講 就煮火鍋一樣 涼涼香香的 然後通燥 那你拿電子爐這樣 它真的有涼涼的 但它是一種治療還是舒緩 它是舒緩 都有嘛 有通鼻的狗 對它是有通鼻 然後畫起來 對然後是 如果在家裡的話 就是在熱水 它煮滾了之後 然後你把它放進去 然後用紋的 有點像那個 藥丸 不是啦 有點像你拿那個 唇膏塗在這邊 中藥的芳香療法 泰國薄荷棒 薄荷棒 然後使用 急救 對 然後如果是要調的話 保養 保養的話 其實我建議還是要從 體脂調零那個部分 效果會比較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換季免疫力當然比較低 皮膚過敏大發作 也就是這幾個月份 來 我們看一下 嚴重 小心細菌感染 蜂窩性組織炎 像我上個禮拜 才遇到一個小學生 那個小學生 大概是二年級的小學生 那這幾個禮拜呢 爸爸媽媽就是有一天 發現小朋友的這個 手肘整個腫起來了 然後都沒有辦法動了 然後後來仔細看才發現 他的手肘這個地方 皮膚已經有點潰爛 流湯流水 有組織液的滲出了 那來給我們看檢查的時候 發現其實這個 這個小朋友本來就是一個 一位性皮膚癌的小朋友 那只是在換季的時候呢 他這個地方 可能小朋友的活動量比較大 那上體育課的時候流汗 汗激在這個皺褶的部分 那一直刺激他 那小朋友其實他不太會去克制 那癢的話就一直抓抓抓抓 那加上手可能跟同學玩耍 手上又有一些細菌 那抓抓抓就造成一些 金黃色葡萄球菌 或是煉球菌的這個 蓄發性的感染 那感染可能爸爸媽媽也沒發現 然後就一天 拖過一天 然後後來就整個細菌感染到 影響到整個 整個軟組織都感染 已經有一點 蜂窩性組織炎了 來的時候 甚至影響到這個 關節的活動了 那我們再給予這個 一個療程的抗生素治療之後 那當然他的症狀就緩解很多 我有想到一個故事 是我曾經在親子餐廳 就看到那個小孩子 他異位性皮膚也很嚴重 但是我必須講 我們大人其實 你知道最嚴重的那種 你看起來是覺得像有皮膚病的那種 就是整個都是爛的啊 都是有濃的 然後因為那個小男孩 就是要去找我的女兒玩 但是我只是很順口的就說 欸 弟弟你這是 你是怎麼了 因為我擔心他是傳染性疾病嘛 我就說你的皮膚怎麼了 因為他要摸我的女兒 然後我一摸你知道 那媽媽站起來就說 請你不要再傷害他了 他說因為他後來 就是他媽媽就 我相信他們家可能 被這個異位性皮膚炎 就是說 混擾很久 他說你問他的時候會傷害他 因為那個小孩子會自卑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皮膚過敏 但是他真的很嚴重 看起來就像是險還是什麼的 然後那個媽媽的表情就是 非常的疲累跟非常的生氣 然後想說我怎麼不諒解他 可是你要知道 你也是另外一個孩子的父母 你也會擔心 所以我看到那個媽媽的表情 真的是很無奈 因為那個小孩子的身上 真的是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人過敏過敏成這個樣子 就是是爛的 我們用四個字來形容 體無完膚 然後外加流湯流水 對 然後很可憐的 就一個人在角落邊 他或許想要去找別的孩子玩 可是大家一定都會怕 可是過敏是不會傳染嘛 所以其實那他媽媽也很兇的說 你不要在他面前提皮膚過敏 四個字 因為我就說你是皮膚過敏 還是生病了 他說你不准這樣講 你會傷害他 然後我也覺得很無奈 所以那一次就是一個超 不愉快的經驗 其實像這種個案 我們在臨床上面 其實有時候他從小時候 異位性皮膚炎都沒有處理好 到了長大 到了小五小六國中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真的就是體無完膚 然後抓到上面什麼 流湯流血 然後上面那個苔藓化 旁邊結那個什麼小血塊 不是那種 你會看到都會 真的覺得很不冷心 那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現在季節開始變化 對於異位性皮膚炎 它容易在什麼 四彎的地方 手肘彎處 膝蓋後面 其實中有特別強調 這叫四彎風 那這個時候就告訴你 當你尤其是夏天 容易流汗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用 因為汗很特殊 汗對於那個異位性皮膚炎 會很刺激 而且刺激後 它很刺激後 刺激後 然後越抓越癢 就越抓 這時候一定要用濕的毛巾 把那個汗擦掉之後 你讓水分增乾之後 保持它的那個皮膚 沒有汗的刺激 這樣是OK 再過來切記 異位性皮膚炎 如果皮膚炎已經很乾的人 他要洗澡 不要洗得太乾淨 太燙 對 這種小朋友其實他不太會流汗 他雖然流汗的話 其實流汗不會很多 那如果那天沒有運動 沒有的話 我都跟家長講 其實身體重要部位 擦一擦就好 前一陣子 有一個小科醫 是轉了一個病人給我 那是個小朋友 那他大概是從幾個月之前 開始有那個 蜘蛛症的情況 那蜘蛛症比較特別 就是說 他在家的時候都不會長 那到學校之後就開始長 去上課的時候 那有一天 就是那天學校在辦一個運動會 那他就坐在一個樹下面 坐了一個早上 那在就突然今天吸不到空氣 不能呼吸 那救護車送到急診室 去把他救回來 對 那 怎麼突然會這樣 為什麼坐在樹下就會 對 因為他當時這個事情 在幾個月之後 三個月之後 他又發生第二次一樣的事情 就是不能呼吸送到急診 也是那個樹下 這次跟樹沒有反應 對 這次環境不一樣 對 但時間差不多 就差不多都是在第三節課 快要吃中飯的時候 對 像這種情況 它就符合我們所講的 全身性的過敏反應 它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蜘蛛症 就是說它剛開始表現的時候 看起來可能像是皮膚過敏 但是當他的病人的 那個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他今天運動會 就是曬太陽曬了一個早上 特別累 體質比較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發生很嚴重的過敏反應 這個是發生在 本身有那種超嚴重的 過敏體質的病人身上 可能會發生 發生的時候 這小朋友 通常就是用不能呼吸表現 如果是大人的話 會休克 可能會昏倒的血壓下降 那像是這種情況 有可能會發生生命危險 他並不一定每一次送急診室 都有辦法救的回來 所以通常在這種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東西叫救命針 對 救命針 它裡面是腎上腺素 因為它怕病人送醫院會來不及 所以說就是這個打了之後 可以讓它撐到醫院 那它看起來很大隻很恐怖 其實它的針很短 大概0.5公分左右 所以打皮下而已 打肌肉 打肌肉注射 基本上我們診間都會放一個模型 這裡面沒有針 目的就是讓病人練習 他要一直練一直練 練到他閉著眼睛都會打 因為要不然的話 緊急狀況發生的時候 他一旦打錯 那是什麼病要帶這種針 就是這種 對 就是全身性的過敏反應 真的有人在帶這種針 對 有這種體質的人 有 那很可憐 對 因為他一次只能打一次 他如果說他打錯了 他就失去活命的機會了 所以他必須要練到說 絕對不會出錯在緊急狀況 對 他的用法是這樣 他要把上面的蓋子拔開 然後 忘記拔針不會出來 他要記得拔 拔了之後 他打是打 不用脫褲子 直接打屁股可以嗎 打進去 然後從1數到10 數完之後把它拿出來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不然他醫生會很長的 醫生有點痛 他在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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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 醫師會對著鏡頭 打完之後看他這樣 沒有哭 因為如果說他拿反的話 他這邊是針 他如果這樣按的話 他會刺到手 對 所以他基本上就要一直練習 練到他自己 可以幫自己打這樣子 現在真的有人隨身帶這個針 其實這種病人很少 但實際上是有的 那像這個東西 在登山科就很好用 因為他去山裡面遇到虎頭蜂 他送醫院 就不可能來得及 那我現在也是 再回到那個皮膚疹 就是這個小朋友也是體無完膚 一個12歲的弟弟 他全身就是看起來 像長苔藓這樣子 那這小朋友就是 常常抓 然後破皮 然後就蜂窩性組織之間 抓然後破皮 就蜂窩性組織之間 所以他的皮摸起來 都非常非常的硬 到處摸起來 還有他還有一個很不好 就是很不利的點 就是他還胖胖的 所以他循環不好 他每次一過敏了之後 又發炎了之後 幾乎都好不了 都要很久 結果有一次他又來 那一次是在下肢 然後整個腫起來 那我們就 因為像這樣的小朋友 有研究發現 他們皮膚上幾乎都有 常常造成你 我們那個蜂窩性組織炎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的分布 幾乎9成以上的人 這個小朋友都有 這樣的小朋友都有 所以他們就常常發炎 所以我們也是開了那個 抗生素給他吃 結果十幾天都沒有好 結果後來 我們就趕快把它住院 結果就發現 它裡面不是 單純蜂窩性組織炎 裡面還長了水泡 就是連炮檢病毒都吃進去了 對 所以像這樣的小朋友 真的很辛苦 就是他會反反覆地感染 那你把它弄破了之後 這個地方循環又很差 你空氣裡面所有的病毒細菌 都可以來吃它 連那個黴菌都可以 也有看過這樣的小朋友 結果裡面是 皮膚裡面還長黴菌的 這樣 好可惜喔 對 所以這樣的小朋友 真的是很辛苦 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年紀如果 稍長跟年輕的時候 會有差別 因為我小時候 會 我覺得會耶 小時候我蚊子咬 或是說哪裡癢 其實一天晚 一下就消了 那我之前出外景的時候 就是有被蟲咬 那我就想說 反正我以前都是這樣 我也不喜歡吃藥 我也不喜歡擦藥 我受傷割到我都不擦藥 我就直接讓它好 但那次就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免疫力下降 還是年紀到了 反正就是 我被一個很怪的蟲咬 那你知道 剛剛有講說 不要太用熱水去燙它 但是我真的 不能否認 拿熱水燙它 真的很爽 很爽 對 所以我就一直 就是我想說反正會好嘛 那那個就算是我一個小小的 樂趣這樣 然後就每天就是 熱水燙 對 熱水燙 然後就 會越來越嚴重 心情就很爽這樣 然後結果沒想到就都不好 而且它要越 它整個是在這一塊 其實這邊也有 這邊是一個好的 但就是 後製後來 這有疤耶 色素沈澱 對 然後我那個是在這裡 然後它就是 奇怪 怎麼都不會好 然後開始就是一塊 然後就開始會 漫延 流湯流水 流到那個襪子都黃黃 很明顯 對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我人在斯里蘭卡 那我們對那邊的醫療 也不放心 就想說剩兩三天就可以回來了這樣 然後就在那兩三天 就硬撐完 硬撐完那個錄影回台灣的時候 趕快去看醫生 那個腳的 那個很明顯就可以看到說 受傷的那隻腳 是腫 整個是紅的 那是蜂窩性了吧 而且它這樣壓下去 它就 對 它等於裡面又是腫 然後那個 原住民的攝影師在笑 你那個 你的蜂窩性主師爺 對 然後就真的都跑不上 然後就很明顯 那怎麼辦 蜂窩性痛起來 不是這樣痛 是怎麼 蜂窩性痛會痛到神經 對 就是你痛這個地方 你這個腫嘛 你會痛神經 真的還假的 對啊 我就被蚊子 我就 對 你之前腥圍有 對啊 怎麼腫到 第二天就站不住 這邊會有一條會很痛 不知道是淋巴還是 淋巴的臉上 它看它侵犯的深度 對 比較深的叫做 壞死性筋膜炎 壞死性筋膜炎又更嚴重 比那個 蜂窩性主師也更嚴重 它就跟著那個 筋膜這樣延伸 我那個一輩子不會忘 就是去出外景採訪 中午12點 就介紹幼稚園 中秋節快到了 可是你用太陽底下 你怎麼看那種蚊子 對 可是你休息了 就覺得這也癢 那也癢 對 黑文 就抓啦 到晚上傍晚了 就已經腫那麼大塊了 到第二天已經撲起來了 是的 然後你站著錄影都不行站了 才知道嚴重 後來去看醫師說 哇 你這個 這已經蜂窩性 那它有可能速度進程這麼快 有可能可以 有可能 如果有傷口就可能造成感染 那如果你控制不好 那就需要切開一點 不是 那是因為你 我覺得你有去那個地方 不是 它表演說豬可以跳泳泳 對 但我們人可不可以跳那麼高 對啊 那個地方已經很髒 結果我們就跟它一起跳不是嗎 對 然後外景都要嘗試 然後全部都走 可是如果它沒有碰到那麼髒的地方 搞不好還可以撐很多 是啊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 蜂窩性的原因 原來是這麼恐怖而已 很恐怖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第三樣 腸道也瘋狂 吃什麼都過敏 對 吃什麼都過敏 好容易的 吃什麼烙什麼就對了 慢性食物過敏 腸肉症 這個我們就不太懂了 這個腸肉症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那我們先來解釋一下這個食物過敏 食物過敏 那食物過敏簡單來說的話 它可以分成急性跟慢性 那急性我想大家都有經驗 就是說可能吃到特定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海鮮 貝類 牡蠣 有些人吃了大概幾個小時 甚至幾分鐘 馬上就去吐 吃到那個 因為食物中蛋白質的關係 它引發一個過敏 大家就一直說那是海鮮不乾淨嗎 還是什麼 分量一種是食物中毒 對 一種是食物過敏 就是你可能還 過敏就是說你 譬如說你對生蠔過敏 下次再吃生蠔 就算很新鮮也是照樣突然 所以有時候不見得是不新鮮的 對 是自己過敏的問題 是自己過敏的 另外一個我們是講說 慢性的食物過敏 因為我們現在提到是慢性 慢性的話大概就是說 你對於吃特定的食物 大部分就像什麼牛奶 豆類 小麥 對 有 吃到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有一點症狀 譬如說有點 這些症狀不是說很明顯 也不會很立即 並不見得像剛剛提到那種 其實食物過敏一樣 會吐得很厲害 通常這些病患也找不出 到底是什麼東西 引起了過敏 只知道說大概就是這一類的 其實比較精確的定義就是說 這個叫做 現在因為技術的進步 醫學技術的進步 它有一個新的叫做 現在有個研究就是說 在先把病人麻醉之後 把內視鏡放到它的腸子的地方 當內視鏡到達那個腸子的地方 它去噴灑可能的過敏源 譬如說噴牛奶上去 然後它可以看那個細胞上的變化 好厲害 那個內視鏡它有放大的倍率非常的高 它可以直接看到那個黏膜的細胞 它慢慢 如果你的體質是會過敏的 你的細胞會慢慢分開 你的絨毛會慢慢分開 我想看那個影片 我也很想看 你趕快釣給我們看一下 它會形成一個間隙 好像一個肉洞一樣 就變成這個叫腸肉 所以你腸子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經由這個小洞露出去 跑到身體裡面去 一些免疫細胞 甚至是細菌病毒 可能從這個小洞進去 那你就如果事後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到底什麼樣的食物 就確切知道說 什麼樣的食物會引起這個腸道的變化 我在臨床上有碰到一個案例 大概可能類似這個情況 像他是一個中年的大概65歲的先生 他就是來住院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發燒肚子狀 檢查起來是有一個缺血性的腸炎 併發那個敗血症 這敗血症 我們細菌培養出來 是一個腸道的細菌 那我們推測可能就是 因為他缺血性腸炎 他的細菌就從腸子 跑到他的血液循環當中 可能從腸子這樣轉過去 那後來我們想說 他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就問他一下 他就說 他有一個習慣就是說 他因為長期便秘的關係 他知道自己的體質就是 喝牛奶會拉肚子 所以他就習慣就是說 他只要兩三天沒上大號的時候 他就喝個牛奶 讓讓自己拉一下 但是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是對這種 慢性的食物過敏的人 你就這些細菌 可能特別就容易跑出去 跑到身體裡面 他這一次就是 因為他便秘了好幾天 他就狂喝牛奶 然後拉得很嚴重 結果就引發了 比較厲害的敗血症 基本上我們在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有做一些叫做食物過敏的檢測 基本上有那種叫MUST 大概差不多30種左右的檢測 另外有那種高達90種的 那種食物過敏檢測 其實這個檢測 基本上它是要 配合你的臨床症狀 因為你確認他吃這個東西 他會有過敏的現象 但是他沒有到那麼嚴重 會產生什麼噁心嘔吐拉肚子 他身上會有一些那種 IgG或IgM的那種 免疫的那種反應會出現 那時候當你有這種 慢性的食物過敏的時候 醫生會告訴你 你可能某些食物停吃個3個月 6個月之後 你後面再慢慢增加的話 你會做那個食物的 基本上的過敏反應 不會那麼的嚴重 對 因為我的 有些朋友一吃蝦 不管太新鮮 看他說很美味 他就忍不住吃一吃 馬上他就吐了 可是經過幾次幾個月之後 大家在吃他又忍不住 看你們這樣吃 他想新鮮啦 這應該不會 吃下去又來了 有的人呢 像我有朋友 叫歐蒂 螃蟹一痛到嘴巴就腫起來了 他只要說 那我表演給你看 他不要吃喔 塗上去這樣 那個人都腫了 這樣又怎麼辦 這種對食物過敏 跟病人講 其實它跟藥物一樣 基本上你 所以這種病人就是不要吃 我出外景嘛 但是我真的沒有吃螃蟹的命 所以我要跟很多的海鮮餐廳說 抱歉 但其實現在知道我是過敏 但我為什麼會這樣誤會呢 是因為我有一次吃螃蟹 沒有過敏 沒有癢 是因為我那個時候人在海上 那個螃蟹是直接撈起來 海水蒸出來直接吃 我覺得 最狠的最新鮮的 我就沒事 那你請問這些海鮮餐廳 一定都不新鮮 那你要這樣 所以現在我知道 就是其實不是它很不新鮮 因為他們也是養在那個 池子裡面現撈起來 對 所以是我個人沒有吃螃蟹的命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知道 自己對什麼東西過敏 可是有時候就是因為想要嘗試 或是見不住口語就去試 其實我們都跟病人講說 千萬不要這樣試 像我有一個案例就是 血淋淋案例 差一點人就走掉 而且是一個國中生 這國中生在他很小的時候 爸爸媽媽其實帶他去吃 外面海鮮餐廳吃 他大概就有一次吃到這個螃蟹 他就知道他小朋友 對這個螃蟹過敏 可是後來就一直都很小心的避免 然後他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他爸媽帶他 中午去參加喜宴 有一道菜就是紅蟲米糕 然後爸爸媽媽就想說 他最不能吃我吃米糕就好了 又咬一小盲給他小朋友吃 結果一吃 我們剛才講到過敏症狀 其實會一次比一次更嚴重 他吃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 整個嘴巴就香腸嘴 眼睛整個就腫起來 然後馬上帶到醫院就診 就診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進來的時候 一個國中生 理論上活動力應該是很好 進來的時候已經呼吸有點喘了 對我們用聽診器一聽 已經有很明顯的哮喘聲了 然後就立即就把他帶到急診室 其實這個小朋友在很快 在十幾二十分鐘內就插管了 因為他的血管系水腫 已經把整個呼吸道都堵塞住了 那當然經過插管之後 後續給他一些抗過敏的藥物治療 慢慢就好起來了 所以從這個案例就是跟我們講說 其實有時候過敏症狀 是可以非常非常嚴重的 千萬不要就是對我們 引致過敏的這個過敏東西 去做第二次第三次的 所以我真的就這輩子 沒有吃螃蟹的命 對 結果不要去烙蟲 不要搶存 可是我想問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海鮮 但是我也是吃海鮮 一定就是去醫院打針 因為我就會立刻腫起來 後來我就發現 有一招就是不會再腫起來 就是我要吃海鮮之前 我先吃過敏藥 然後再吃海鮮 我就發現都不會腫起來 這樣可以嗎 我還是建議不要一直不要挑戰 因為就像他剛剛說的 像他那個病人 二十分鐘還可以救回來 有一些病人 他們這個很快喔 一下子就沒了 有時候我們插管進去了 他還是活不來了 對 所以不要以為說先吃藥 再去吃海鮮 就沒事 這樣會抗藥 不要挑戰 對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現在是 因為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會越來越嚴重 搞不好不會在大爆發的時候 對 我們常說這世上能吃的東西很多 不要餵那幾樣東西 我不想吃去宅男女生 真的 而且我們常說對蝦子過敏的人 其實大家都問說 那我蝦子過敏 龍蝦可不可以吃 基本上其實這種 過敏重點是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當你第一次過敏的時候 你身體對外來的蛋白質 特別叫蛋白質 它會產生一種記憶現象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 對吃蝦子的時候 你只吃蝦子 沒有吃其他螃蟹 沒有吃龍蝦 你可能只單獨就會 只對蝦子過敏 可是如果你那一次過敏的時候 你螃蟹也有吃 你龍蝦也有吃 你的身體會把這些的蛋白質 規定在集內 好酷喔 同時其實我們身體 其實真的很好玩的地方 對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它明明是那些小蝦 可是它龍蝦可以吃 是的 它的蛋白質是不一樣的 像歐斯斯 平常螃蟹不能吃 但血腸蟹它可以吃 對 它只要是貴的 它超過2000元以上 它就可以吃 便宜的它就不能吃 你就是吃乞丐命皇帝生 對 我有一個病人 她是一個50歲的女性 她的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她每次一天三餐 她只要吃完飯以後 她就會長去麻疹 然後臉會腫起來 後來她自己發現 就是最主要的問題 都來自於蔬菜水果 她只要吃到蔬菜水果的時候 她就容易發生這樣的狀況 蔬菜水果 對 所以後來她自己就 自己就不敢吃那些東西 就自己都避免吃那些蔬菜水果 有一天她在工作的時候 突然就是腳軟 照不起來 她很緊張跑來檢查 發現她血液的裡面 原因是這樣 就是蔬菜水果是人體 甲里脂一個重要的來源 她長期不吃這些東西 造成一些營養不良的狀況 又產生一些症狀 對 後來我們分析 她這個病人 她可能是對蔬菜水果裡面 一個叫做水洋酸的成分起反應 水洋酸的反應是這樣子 它跟一般的食物過敏 最大的差別的地方是 一般的食物過敏 有它的專一性 就是說它會對特別哪一個東西 會有反應 但是水洋酸它這個反應 它沒有專一性 它只要是蔬菜水果裡面含有這個東西 病人就有機會會起反應 那因為素食裡面的那個水洋酸比較多 所以像是我們的一些吃素的師兄師姐 也常常有這樣子的問題 水洋酸的反應它的特色 養起來是它會養到耳朵裡面 眼睛裡面還有鼻孔裡面都會養 像這樣的病人 我們給他的建議就是說 請他去挑一些水洋酸的成分 含量比較不是那麼多的蔬菜水果來吃 像是蔬菜的話 一般我們會建議高麗菜 還有綠色的花椰菜 不能白色 綠色的 那水果的話 其實檸檬是比較好的 那有一些我們的經驗 一些瓜類的東西 也通常可以吃 今天我們上次一刻才知道 原來過敏不像我們以前有什麼 抗藥性 抗體性什麼 現在反而是 這個症狀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所以不見得是想打疫苗那樣子 所以很難根治 嚴重是還可能要你的命 大家剛剛講前面要命 大家覺得過敏怎麼可能要命 你剛剛聽那麼多了 不管你幾歲 你病發的時候 你根本茶館都來不及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要維持好免疫 才能有良好的健康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介紹我們的好辣醫師團 歡迎 好辣醫師團 今晚告訴你 如何跟過敏說澳 以及三位議員一同分享 他們抗過敏的經驗 秋天除了大家吃螃蟹 現在慢慢要轉到冬季 對 其實我們製作單位是寫說 2300萬人口當中 應該有1800萬的人有過敏 我覺得這個資訊是有點錯誤 為什麼 應該2300萬就有2300萬過敏 是 對 我認識周遭的應該都有 只是有的不知道自己什麼過敏 對 沒錯 三位應該有過敏 我好癢 我除了 哪裡癢 你 其實就是因為你癢 才爭取到這個通告 對 我就吃這個也癢 吃那個也癢 對 所以我早上還癢 我耳朵癢 癢到位子就抓到後面 耳朵會癢 鼻子癢 對 鼻子癢 然後身體有時候那個褲頭那邊 都會癢 好好乾癢 所以襪子穿緊一點也會癢 褲子穿緊也會癢 對 因為好像 還有過敏 有時候腋下癢 海邊癢 什麼都癢 對 對 不知道在那邊也是過敏癢 你是胯下癢 有 都有 而且我發現跟瓜哥講兩句話 聽瓜哥講兩句話 就癢起來了 沒有 給我很多起發 不是癢起來 因為我跟製作單位 在製作單位的時候 問我說哪裡有過敏症狀 我講了兩三個 後來發現我自己 像以前我出外景的時候 出外景 男生出外景不會化妝 就這樣素顏 然後呢 錄一錄 錄影的時候 攝影師就停機 就跟我說 對 這個跟我有一次錄影也是 每次 應該是秋天嘛 我記得在攝影棚 那個時間我還永遠記住 都是差不多 五點到七點中間 放飯 吃完飯回來錄最後一集 然後這邊就腫一塊 像蚊子釘 對 這也腫一塊 對 然後這也腫 後來摸頭皮也腫了 然後我想大概就今天嘛 癢一癢回去洗澡就好了 第二天錄影錄了 五點多 又開始這邊腫 對 那邊腫 就腫一塊之後 後來我現在過了四五天受不了 我就看過敏科醫師 那醫師一看說 你這個過敏源要去驗血 因為過敏東西太多了 那是過敏啊 對 他幾千種 對 他說幾千種 你不知道什麼過敏 我也不知道你什麼過敏 你要去驗血 他都要安排 安排介紹醫師 我就到台大驗血 可是台大驗血當下 因為他已經幫我打一針了 對 蛤 為什麼擦前面 為什麼是胯下 這還滿痛的 打完了之後呢 我第二天 當然乖乖聽醫師講 因為癢起來要命 對 就台大驗血 驗血之後呢 要聽報告 這個事情已經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那個報告還躺在那邊 我還沒去看 所以人家還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他打完針就好了 但我覺得有時候過敏 真的是沒辦法 像我就是 遺傳性的鼻子過敏 太可怕了 就每天早上起床一定會打噴嚏 打噴嚏 然後常常那個家裡 都是衛生紙一坨一坨的 因為會無時無刻想要留鼻嚏 這個我們常常有 看到有些換季的時候 對 那個早上起來就有人在吹小老爸來了 對 對不對 醫師每次看到你就知道過敏 因為你鼻子這邊都紅 對 然後連帶我這邊黑眼圈 你看我喜歡 很明顯都是天生的鼻子過 我兩個女兒都這樣 對 鼻子癢然後一早就打噴嚏 然後小的是眼眶很黑這樣子 可是這個東西是可以靠食物解決的 是嗎 可以的 今天所以請這麼多醫師來幹嘛 當然聽你們會診之外 也要告訴觀眾朋友對不對 對 那我們醫師本身也會過敏嘛 對不對 我們今天還有耳鼻喉科的科醫師 柯元宏 耳鼻喉科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過敏其實是免疫系統太敏感造成的 你自己本身有過敏了嗎 我自己是沒有過敏 我自己 所以兩千三萬之後 有人沒有過敏的 我沒有過敏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對 你什麼方面是過敏 我只是人都會過敏 我們一般過敏 是就有 那鼻子過敏一般來講 剛剛各位講的過敏 其實要跟各位講 因為這個病人常會有這種誤解 有些人認為過敏就是免疫力 太差 過敏感造成的 不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 這一定要跟各位溝通 過敏 其實意思就是說 他的免疫系統太敏感 過敏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免疫系統 一點點看遠 別人不會有反應 他就有反應 他就比人家更敏感 他馬上就才能反應 那這樣講好像身體比別人好囉 也不能這樣講 警覺性很高 那如果說科醫師 我對帥哥會敏感 那算不算過敏 他不是敏感的本性啊 對 講到過敏的這件事也很好玩 因為像我太太的皮膚也會過敏 引發他這個過敏症狀的是 海鮮 對 只要一隻海鮮 他的全身也會發癢 然後眼皮也會腫起來 眼睛會不舒服 講到這點喔 比如說這家海鮮很好吃 你可能吃了三隻四隻 第五隻怎麼突然會癢起來 我覺得跟廖婉有關係 廖婉容 中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對抗過敏一定要多管其向 之前我有一個病人 他去北海道玩 然後他特別挑了 因為他很想吃北海道的毛蟹 然後他以前螃蟹都不會過敏 所以他就很放心去吃 第四天的時候發現開始會癢了 皮膚會癢 疹子就出來了 因為攝取蔬果量 你有時候會誘發我們免疫系統中的 所謂的食物過敏的邊緣線 所以有時候本來你不會過敏 你一下吃這麼多的量 像在懷孕的時候 因為你的Baby在你肚子裡面 所以你給他什麼 你吃什麼你就給他什麼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就是很愛吃海鮮 包括什麼薑母鴨都吃 很愛吃結果他生完的小孩 就是一直養 如果孕婦對海鮮不會過敏 其實他不見得說 你如果吃海鮮 除非你本來孕婦 他就對海鮮過敏 他當然就是他懷孕的時候 就不要吃海鮮 孕婦會不會因為不能吃海鮮 懷孕之後 他就 體質就改變嗎 體質就改變 不會 我們西醫不是叫不會這樣講 其實你會對什麼東西過敏 一般就是要 我們免疫系統中 第一次認識他以後 他懷疑他對你是有威脅的 第二次才會免疫系統 他就想辦法去攻擊他 然後他引起發炎 這才是過敏 可是你還在 因為你這個胎兒還在媽媽的體內裡面 他其實不會因為 就是媽媽吃了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影響到小孩 其實這目前都不是這樣 目前認為食物會 或你這些環境會影響到胎兒 就是一些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說 我們為什麼 父子輩他們其實不太會過敏 因為他添加物沒有那麼多 現代的生活是太乾淨了 可是還有一件事喔 就是我們的添加物 有機溶劑 這個都廢棄就很多 這樣才會引起他有過敏體質 這個過敏到底是遺傳的呢 還是說你後天的環境影響 這個您剛剛講的這兩個因素都有 我們過敏這個問題 跟遺傳的關係很大 我們一般經過統計 假如你父母都是過敏體質的人 你的小孩子就有一半的機會是過敏 對 真的喔 你如果有一個是過敏 就有三分之一的機會 那你為什麼不過敏 是因為爸爸媽媽都不過敏 對 因為有可能 像我不過敏有可能是我小時候 存在的環境 比較 有些人說 那我就長大我就比較不會過敏 習慣的 蛤 對 黯髒眼睛在明 雲視裡的花朵 現在小朋友在雲視裡的花朵 被保護得很好 是喔 對啊 我們中醫師也是新同學 廖婉榮妳好 瓜哥好 妳有教大家什麼樣 抗過敏的小撇撇嗎 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就是 用 我們請我們中醫師要介紹一下 你看 好像優惠馬的 我都是 會嗎 沒進到阿倫都好像 炒藥 真的就是炒藥 這要煮過就不能直接 這有哪些藥材 有這個毛茸茸的是新儀花 我們用三錢 然後這個呢 這個上面感覺有刺的 就是蒼兒子 我們也是用三錢 然後這兩個像頭的 這是金戒用兩錢 薄荷用兩錢 薄荷紋就會 有到薄荷的香味 可是因為薄荷它的有效成分 就是如果你煮太久會揮發掉 所以我們在煎煮的時候 我們是另外包的 我們可以把這剛剛講的新儀花 然後蒼兒子跟金戒 包在一個布包袋裡面 所以一般來講 今天是把它拆散給觀眾看 要不然中藥房 如果請醫師到 他會弄好給妳 弄好一包 對 對那個亮 現在很方便 對 沒錯 薄荷我們就另外包 所以我們其他的話 先包起來 先用那個水去煮 通常我們這個 利昂大概加841的飲用水 煮個20分鐘就可以了 最後那個薄荷 因為我剛剛說薄荷要厚下 所以薄荷另外放 薄荷大概煮個3分鐘 然後這時候一般我們都是 放涼了來喝 主要是針對過敏性鼻炎 對 那因為我們中醫來講 這很多過敏性鼻炎的體質 都比較偏虛寒 所以他很容易受到外來風寒 那像瑋如講 早上起來就那個 就會打痕 對 所以他早上因為氣溫比較低 他一下要聞到冷空氣 或是晚上也會 像我們家我沒有鼻子過敏 可是我兒子有 然後我以前小時候發現 他為什麼睡覺都趴著睡 屁股翹得高高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症狀 我以為他是沒有安全感 後來才發現原來他是鼻塞 所以他這樣趴著睡的時候 他鼻子比較痛 他仰躺睡他鼻子會塞 這種一般基本上都是半夜會口渴 那用嘴巴呼吸嘛 之前有很流行的一個就是 把我們鼻子裡面的息肉給燒掉 然後那個息肉燒掉 點下去的當下是真的非常痛 可是那一個禮拜你就會發現 鼻子慢慢的有血吃 然後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你用手去挖 就一大很大顆那個鼻屎 對 就結痂那個東西就掉下來 你就會發現那一年 好像鼻子真的比較痛 可是在這之後我後來又沒有去點了 就還是又回來一直給我鼻塞 可是我要打叉叉 我其實非常不建議用這個方式 因為其實這個現在很有爭議 而且現在其實衛生署已經下令 不准用這個方式 因為他是用這種 很像這種有腐蝕性的東西 點在你的鼻子鼻腔裡面 那其實造成那個鼻黏膜的壞死 雖然你可能暫時性的環節 可是可是幾個月之後呢 你會形成比較嚴重會形成結痂組織 所以你會造成鼻中隔跟這個下鼻甲 整個沾黏在一起 而且非常嚴重到 你整個鼻子會塞住 沒有辦法呼吸 而且其實之前還曾經發生說 有人因為 或是說整個嗅覺 因為你可能影響到嗅覺 讓很嗅覺喪失 還有人整個鼻子變得很臭 而且那味道是你 周圍的人都聞到那個鼻子的味道 會變臭 而且他沒有辦法呼吸 最後都是要請耳鼻後科醫師 可能用手術來把它剝離 而且其實這個 這個嗅覺如果喪失 是沒有辦法恢復的 好危險 好危險 你們起來他們兩個好聯手 他終於看壞 他終於不知道要做手術了 對啊 嚇死人了 不是恐嚇的觀眾 是真的 還是真的不要用這個方式 當你鼻子都失去了休息 你吃什麼東西都沒有味道 都沒有感覺了 對 所以要聽清楚 這個是屬於比較慢療法的 對 這比較安全比較健康 對 所以在喝之前 沒有辦法 在喝之前 我們可以先用這個蒸氣去熏蒸鼻子 尤其這個對於改善鼻塞的 那個效果非常好 大概多久時間才可以感覺到 其實沒有你在熏蒸的時候 鼻子又通了 因為這個熱的蒸氣 這樣有幾天 三個月嗎 其實我覺得 尤其在那種秋冬之際 我覺得這種天氣 其實如果有時間的話 其實可以讓孩子 就是來熏蒸鼻蛋 提供給大家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營養師 宋明華也要教大家 我們今天這一段主題是看 鼻子過敏 來 宋明華 宋明華 營養師 黑便學大學保健營養學信 做好營養補充 就能減少過敏源的侵入 當然這個過敏除了外面 要熏也好 但是吃的東西也很重要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我們特別請營養師 要介紹 今天要治療的是 我們看鼻炎 百香優格蕎麥麵 對 像我自己 我自己也有過敏性鼻炎 我的習慣就是 尤其是起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戴口罩 妳也會流鼻涕 對 也會 就一次打噴嚏 所以其實 都吃不好自己 妳為什麼還沾在這邊 所以我呢 就是這樣 對 對 對 這邊參是要自救 所以接下來就是重點來了 好 來 好好介紹一下 就是百香優格蕎麥麵 對 其實主要就是百香果 好酸喔 其實百香果是在四到五月 跟九到十月盛產 所以有沒有發現這兩個季節 正好是季節交替 就是溫差比較大的時候 對 其實百香果主要裡面 有一個成分叫做 這個成分其實它除了有抗氧化 可以幫助我們肌膚的一個保護之外 還有就是它可以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百香果 加在這個原味的優格裡面 那再加一點蜂蜜 那今天其實這個東西 就可以直接吃了 當做早餐 那我們今天搭配的是蕎麥麵 所以這個食物就很重要 吃進去的話會 對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用優格呢 因為其實我們 不是 妳現在弄那麼多碗幹嘛 妳沒餵他們要不要吃 要 一定要吃吃看 我以為只有他過敏不過敏 沒有 我看女兒也過敏 我要可以回去壞拜嗎 妳女兒過敏 妳女兒過敏關妳脾氣 她在餵母乳 對 餵母乳嗎 沒有 我可以 傳遞給妳的這個愛心 我本來以為妳還在餵母乳 是嗎 對 我的重點是說 弄那麼多碗誰吃 對不起 其實像那個優格 我們兩個人在開小麵攤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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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為什麼會用優格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有 百分之七十的 秘密細胞是在腸胃道 所以當你腸胃道 比如說很多人現在 有一些便秘或素便 那這種才華要吃了嗎 對 才華一定變一個月也用 所以其實這個優格 都幫助我們調整 瓜哥 你真的好想氣 什麼 這個蔬菜都要幫人家 加一口蔬菜 還有蔬菜 還有蔬菜 妳講話太慢了吧 對啊 妳可以拿出去吃第三碗 來問要不要蔬菜 但是這個紅蘿蔔小黃瓜切絲 它純粹是為了美觀 對 可是我倒是不建議 妳吃小黃瓜 為什麼 小黃瓜會比較適合 鼻涕又多 真的 胡蘿蔔可以 所以我只給它胡蘿蔔 真的 我講沒錯 什麼瓜類千萬不能碰 少吃一點 很多不能碰 絲瓜 什麼瓜都不能碰 太冷了 對 你看彩花姐多厲害 你看這個就厲害了 這樣就對了 所以重點是百香果一定要 百香果我好愛吃 所以說如果有鼻子 過敏的人多吃百香果 百香果還有另外就是 鳳梨 因為鳳梨其實 當然有些人空腹會瓜味 但如果你覺得 你對鳳梨是可以接受 其實鳳梨裡面的生物類黃童 也很多 可以都可以幫助我們 調整我們的明星 這個是黑黑什麼 這海苔 可以不吃嗎 可以 吃一點點 妳誰人大人要吃 小朋友很喜歡吃海苔 對啊 很喜歡吃海苔 而且吃麵 沒有看到妳有香的感覺 這哪裡有 吃麵 瓜哥 妳是在吃日本拉麵是不是 日本拉麵 日本人都這樣吃 吃下去 吃下去 這樣還更好吃 廚師們很開心 鹹鹹甜甜的 不錯 這海苔很特別 就吃這種食物 比較不會有過敏原 沒錯 吃都改善體質的 而且你看 好爽口 對 那個像其實像優酪乳 它其實在我們 在過敏原的體質來講的話 其實喝釉肉乳或吃益生菌 都是有幫助的 陳欣梅 嘉義科醫師 中山大學醫學系 對症下藥 進而改善過敏體質 因為其實有人應該知道 其實最近有一些報道 有在講說 益生菌它除了改善我們 腸胃道的體質以外 它可以讓 有我們改善我們腸胃道的好菌 可以進而改善妳的 過敏的體質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搭配 是我覺得滿不錯的 好 謝謝醫師 謝謝 謝謝 還在吃 高明敏 來 今天妳要帶來什麼 要配搏 高明敏 營養師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系 均衡營養 降低過敏發生的可能 高明敏 看不出妳有過敏體質 我從小就是那種 老一輩的說拍皮吧 的那種 應該是 這個 家裡算有錢可能很少 這是 這時候就是其實 我們之前有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我直接被一隻蚊子叮到腳踝 我就蜂窩性組織 就是很嚴重的這一種 這個會不會太誇張 是真的 有可能嗎 醫師 是真的 有 有些人他真的想 第一個他那個 如果你傷口沒有去處理 然後他就會 因此細菌感染 所以他現在有可能 蜂窩性組織之前沒有護好會死掉 對啊會 一隻是比較難 我又一次在花蓮被叮了六七個包 我第二天就沒辦法站 從一天在關節處 對啊都叮關節 然後站得很痛 你站不久 那你就趕快去看醫師 醫師說 還好你趕快來 不然你會結支 蜂窩性組織也 你覺得是蚊子叮而已 有的都痠起來 對 腫超大一包的 都在關節點 而且那時候要 就是都直接掉點滴 對 也在打抗生素 就很嚴重 所以你今天要介紹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抗敏輕食蔬果派對 就是其實我自己也是靠裡面 其中一個元素就是有 穩定那個過敏的症狀 然後今天呢有一個口訣就是 一綠 一紅 一C 所以這邊綠色的 我選了一些就是綠色生菜 跟小黃瓜的部分 這是什麼菜 這是這個蜗具 蜗具 對 那再來就是一紅 一紅是什麼 其實一紅就是指 紅色 橘色或黃色的蔬菜 那今天我帶來的是黃蘿蔔 紅蘿蔔 那還有一點的那個 番茄 對 牛番茄 紅色 橘色 黃色蔬菜 特別的地方是 裡面含豐富的維生素 Beta胡蘿蔔素 對 那Beta胡蘿蔔素 吃進我們身體裡面 會轉換成維生素A 維生素A其實對那個提升免疫力 很有幫助 因為它會維持綿膜的健康 像是眼睛啊 鼻子 還有肺部 胃腸道 所以這個通常要倒進來嗎 對 那不行 這個是最後步驟 對 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先把剛剛講的 一綠先丟進去 綠 啊 先下綠的喔 因為 那是有關係嗎 沒有沒有 我先說 沒有關係 先說沒有關係 我先說為了那個 我的步驟加上美觀 外觀啦 好 打個底嗎 打個底 沒錯 對 打個底 最後的EC來講解一下 EC其實我們每天正常 依照郭敏醫師指南 我們要吃兩份以上的水果 那水果一部分我希望是 維生素C含量比較豐富的為主 像今天我準備的其實是蘋果 蘋果它裡面也有維生素C 不過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所謂的蟹皮素 它其實可以是一種 它被削皮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皮只要洗乾淨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吃 對 那為什麼沒有放香蕉 香蕉 香蕉可以嗎 喔 因為今天我準備的就是 它是醫生物 妳可不可以放香蕉 對 香蕉當然也可以放啊 它也是水果 那妳就回它可以就好了 對 很瘦 所以我今天講的是那個EC 所以我就想要講一下 抗過敏的那一種 蟹皮素跟維生素C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放的是蘋果 那為什麼準備兩份這個葡萄乾 這個一個是葡萄乾 一個是蔓越莓乾 一起放那麼多 因為其實葡萄乾跟蔓越莓乾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錢花青素 錢花青素也就是我們說的OPC 它可以就是減少發炎物質 就是像主治安方面的一些釋放 最後步驟 就是我們的優格 剛剛講到 裡面有很多的益生菌 所以可以 幫助我們腸道的健康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這大概一個人量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 可以當一個人的一餐耶 對啊 對啊 太多這個了 應該還好 因為它會滲到底下 對 我們要這個 底座 你們在幹嘛 不是 你都已經用手在那邊 你們在幹嘛 等一下 你準備在幹嘛 我跟你們問我了 我剛剛全程都是應該都是用這個 沒有 剛剛這樣弄 我明明就看著你那個葡萄乾 還放兩顆才用到 我是不想問你為什麼要這樣 對 你還準備這兩個 所以一面吃還要 檢查腸道 不要這樣子嘛 這個啊 腳一腳 腳一腳可以啊 腳一腳 是啊 對啊 還有邊吃邊檢查大腸的 對 頭腦又不好 又運體 對啊 所以回歸正體 一律一紅一溪 一律一紅一溪 其實是那個 營養師的那個苦心都在裡面 哇 謝謝你 這樣很賢慧的 非常養生 很棒的沙拉 好 謝謝 這個沙拉裡面其實也可以 適度地加一些橄欖油 橄欖油 橄欖油可以促進 像剛才明明講的這些 營養素在體內的吸收 對 所以其實也可以適度地 補充一些油脂 那可以放一些 對 也可以 我還想放一些水煮雞蛋 等一下 對啊 核桃也可以 餃果也可以 因為它裡面有Omega3 人家嗎 你問一下有自己吃起來 人家這個碗是高山峰的 對啊 你看 沒有 不是 因為我剛剛看到小盆 那本人放在他面前 我想說 那大家一起吃的話 那我就直接拿開 他很順手 就拿起來吃 他也 因為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做吧 我覺得 沒有 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怕你們就是 不好意思說不好吃 所以我自己也要先吃 沒有 好吃 怎麼會不好吃 它因為有葡萄乾 又有 麥玉 對 很好吃 其實這個可以像高山峰講的 有加一點蛋白質 對 水煮蛋 雞胸肉 鮭魚 其實都OK 它更有飽足感 對 健康類的都可以放 健康也可以 很棒 它是裡面有Omega3 比較少攝取到的油脂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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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敢夾完 好 剛剛前面都是講 吃進去的東西過敏的 環境過敏以後 塵蟎 如果防塵蟎 居家環境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 成為我們心梅醫師 來介紹一下 我想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通常都會覺得說 我們的環境過敏就是塵蟎 其實在台灣的話 塵蟎是第一名沒錯 但是其實我們對 梅菌會過敏 我們會對蟑螂會過敏 對 蟑螂會過敏 對 在台灣其實是比較特別 蟑螂身上帶著病菌嗎 還是 對 還有一些病菌 還有牠的一些身上 牠其實很髒 蟑螂的很 蟑螂很髒 對 沒有辦法怎麼叫蟑螂 真的嗎 牠的原因是這樣嗎 蟑螂的原因 應該吧 為什麼不叫黃狼或者是 沒有 黃狼有人 螳螂 就是太接近了 我們一定要討論這個方法 對 我覺得看到蟑螂會過敏 是因為你看到牠 你的毛細粉都沈開了 對 其實蟑螂身上 真的帶很多的細菌 病菌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 我們的觀念中不要覺得說 是不是防塵蟎 甚至家裡都已經防塵蟎 怎麼還會過敏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要做的 是要讓我們的環境 是徹底的清潔 好 所以今天我們想要教的 因為我們 其實市面上很多清潔液 但是我覺得說 我們自己可以在家裡 做一些比較天然的清潔液 天然的清潔液 自己做的 對 其實這個非常簡單 所以可以推薦說 大家如果在家裡 沒事的時候 就可以來試試看 動手做 對 動手做做看 好 那首先呢 其實大家現在這個秋冬的季節 橘子是還滿容易買到的 對 季節水果 對 我們就是大概拿 五顆橘子 不是把橘子的肉放進去 而是橘子的皮 因為我們不吃皮 東西不吃皮 對 可是其實橘子的皮 有一些橘子的精油在裡頭 它對我們一些清潔 一些我們的廚房 或者是各個地方 它其實都有一些清潔的效果 所以我們這個皮就別浪費 我們就把這個皮放進 我們等一下準備做材料 就這裡了 這裡有柳丁的 橘子的 對 這個是檸檬的 對 我們大概準備五顆 柳丁也可以嗎 柳丁的話就是柑橘類 它跟它的性質比較接近 對 所以我們就是大概準備 五顆的橘子 然後大概一顆檸檬 因為檸檬它其實 有點抗氧化的成分 然後也有抗菌的效果 所以我們大概就可以把它弄成 像我們這邊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這是橘子的皮 這是檸檬的皮 那我們就準備一個小的容器 這個容器是要幹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把這些東西 放進去裡頭 我建議說大家 因為其實這個橘子啊 它一定要注意說你不要 放進去的時候不要是濕的 好 一定要乾的 所以你剝下來要讓它弄乾 我們要弄乾的 吹風機吹賣還是什麼 我們放冰箱 我們可以放冰箱 對 把它弄乾 然後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盡量要有一個 把它撕得比較細的動作 這個不用戴手套了 這個不用 這個不用 我們等一下要弄乾 對 光妳現在戴一個 對 好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把它放進去裡頭 我也是建議說我們的皮 稍微都撕一下 讓它的這個 我們說這個毛毛的地方 可以更接觸 我們等一下的酒精液體 好 那比如說 只是今天做示範 對 我們今天只是做示範 在家裡的話可以 滋得越細 其實效果是越好 越好的 它散發出來的東西可能越多 對 那我們其實看大家 因為酒精其實有時候 75%有一點點傷手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裡用酒精 那這個是工業酒精還是 我們一般可以買到的 就是這種75% 藥用酒精 應該就算藥用酒精 應該是藥用酒精 不是工業酒精 因為一般泡什麼土龍酒 什麼酒 那個湯 不是要喝補酒 那個是下一集要聊的 不是 什麼虎邊舌邊的 沒有 一集沒有聊那個 沒有 然後我們就泡到什麼程度 其實就是我們的 因為我其實現在沒有壓得很近 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全部的這些皮 放進去 把它淹過去的程度就好 那要放77 49天嗎 我們要放大概兩到七天 因為多天 大概一個禮拜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水要加嗎 水先不去現在加 我們現在先做這個經營 然後封緊 對 我們把它封緊 就要放它等 等時間了對不對 對 我們在這裡就先等兩天 沒關係 過七天 這等的時間呢 我教大家這個 一定要 又是什麼招 要懂得我 要懂得這個方向 先這邊撥一個小圓的地方 這是真的嗎 真的 我教大家一下 大家會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驚奇的 撥橘子的方法 你知道嗎 兩邊撥開 不要急 慢慢來 就是讓它 這個橘子皮要做好 兩邊撥開之後 然後從中間把它撕開之後 妳就會覺得 瓜哥一直吞口水 瓜哥應該先表演這一招 再用這一招 取下你的橘子皮泡進去 因為它撕得很順 對 他剛好我本來就想說 它撕得滿漂亮的 對 已經 這樣就可以招待客人了 好厲害 怎麼會這身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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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看一下 厲害 是 這個光陰是 很厲害 光陰是件 就說 七天 七天 什麼 這麼快就好了 你看 好快 這個好 這個好了之後會 就 最好弄那麼高 對 基本上我們真正 比較標準的是用到這麼高 然後把水稍微這樣淹過去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其實這裡有準備一個 這個白色的粉末 它就是 那如果說我們需要 去自的效果再更強的話 我們可以加稍微一匙的小蘇打 它的效果會更好 那我們呢 這邊有準備一個這個東西 噴霧的 就是我們之後你可以在家裡 就是各個些 我們想要輕的小角落都放一小罐 那我們呢 會建議說 假設說我們在做這個噴霧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75%的酒精其實會有一點傷手 那尤其是你要選擇 假設你這個地方是小嬰兒會爬的 那我會比較建議是 我們其實可以加一點水稀釋 那水稀釋的程度 1比1到3比1其實都可以 好就是以說 你看你的一個需求 或者是家裡如果有一些皮 比較細嫩的小嬰兒 或者你自己的手怕會受傷的話 我們都可以這樣子加 對 家裡有小嬰兒很危險 因為你東西掉地上 他會拿來吃 對 所以我們才今天會做這個天然的 天然的 比較不會傷 對 至少是比較不會傷 那人都傷不了 怎麼傷那些蟑螂 沒有 其實是 有道理耶 他不是要把蟑螂殺死 他是驅那個味道 他是 因為其實蟑螂他會比較喜歡一些 我們說比較骯髒的環境 太乾淨他不要 對 他就不會來了 對 塵滿也不會來了 對 他比較不殺 塵滿其實是另一塊 因為塵滿我們是希望空氣越乾 像台灣剛好 因為他喜歡的濕度 是60到85%的潮濕環境 所以我們要讓他空氣越乾 塵滿比較不會產生 是 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一個 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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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高難度 只是對我而言很高難度 他要灌到那個瓶子裡 對 放到瓶子裡 對 其實你應該戴手套的 這個沒關係 因為這個我們其實 這個是滿天然的 這個沒有關係 對 這有保存期限嗎 這個其實 我會比較建議的 其實比較沒有耶 他沒有特別保存期限 但是你不要放了很久 還放著 放了很久 那以為他是藥酒 把它喝掉 對 對 然後這邊有水 還沒完 對 我們再加一點水 對 水這樣子 加滿 所以小蘇打也是真的做家 醫師真的 我太會做家事 超爛的 看得出來 一天滿 你是不是一天到有病人 那麼多對不對 比較理論派 對 手都這麼不細 誰敢讓你打針 醫師沒有在打針 醫師沒有在打針 怎麼沒在打針 不是啦 等一下 可是你在對準那個 那個血管的時候 你突然就手不會抖了 真的很多整形外科 一直抖 它一鏡開始開 就瞬間就不會抖了 這是專業 所以現在是 因為那個已經碰死了嘛 那就OK啦 要噴 對 我們就不要噴臉 不要 等一下你就沒有辦法錄節目 因為已經醉了 對 這個有了 它有味道嗎 它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柑橘味 會有一些柑橘味 這個時候噴在角落這些 對 我們可以噴 然後弄乾的一個抹布 去稍微再擦過 對 這個也不會傷小孩子 也不會傷我們皮膚 但是對環境是有幫助的 對 謝謝 謝謝欣美老師 謝謝 那你們都平常用什麼樣的味道 對 我平常在防蠻這一塊 就像剛剛醫生講 就是台灣這一塊防蠻是好像比較少 然後日本其實還做得滿細的 它有滿多東西是可以防蠻 像這個墊子 它是專門的防蠻墊 你可以把它墊在你的床單下面 就是跟床鋪中間 把它墊在這中間 然後這布它本身有一點那個 木屑的味道 然後他說這個東西就可以防蠻 塵蠻就不會過來 有點香味 對 它是有點那種木屑的味道 木頭的味道 真的耶 對 這還滿厲害的 真的耶 這說實在醫師也不見得敢 真的耶 對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醫師也不太敢給它掛布景 這可以防塵蠻嗎 還是只騙人 這個 這說真的這個我也不是很了解 它河上面寫說 這個可以放六個月的效果 就是防蠻的效果六個月 對 然後除了那個之外 像我們棉被枕頭也都會有塵蠻 它也會出這個推 可以噴那個塵蠻的這樣噴出去 你就離那個枕頭30公分這樣噴 然後它也可以有防塵蠻的效果 或者是我們的衣服啊 床單也會擔心會有塵蠻 它沒有這種防塵蠻的洗衣精 就是你用你一般的洗衣精之外 它就像硬物柔軟精之外 你就額外把它倒進去洗 這也有防塵蠻的效果 可以維持一個月 可是醫師 你剛剛講不是說 越髒的環境 我們越能培養我們抗體 讓塵蠻更多不這麼好 那剛剛講 其實有一個關鍵 就是你要很小的時候 你在髒的步驟 你長大以後 可是他現在都餵嬰兒耶 對啊 其實不要幫他保護太好 都偷偷拿掉不要 給他 就是跟大家活在一起 對 所以說一次 想要玩弄撞 不對啦 你保護得這麼乾淨 會不會他長大 都沒有一些抗體 可是現在小朋友 只要弄到一些髒的 真的很容易講 什麼長感 其實是這種惡性循環 其實就是你 你越去保護他 你越精釋的東西 他就越有這種問題 某個理論是叫大家這樣 可是真的小朋友太小 就開始保護他 也不行 讓老人家大 對 對 那這個一直介紹 這種清潔的東西 你一把環境清潔 小孩子長大 越對不了 但是也不可能 每一個環節都顧得到 沒有啦 我只是建議給大家用的 你們自己去 醫師也給你答覆是真的 是 那你自己要去衡量 到底要怎麼用 這些都是抗塵蠟 對 抗塵蠟 他很用心喔 高三木 妳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我覺得 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應該算是一個 霧化肌 譬如說如果今天是我感冒了 然後我在房間裡面 我覺得空氣不好 加上自己感冒 怕呼吸出來的那個 會有病菌 所以醫生要這樣嗎 沒有 沒有 但是 我剛剛有一點想問中醫師說 他剛剛那個 好像有一點生肌子 對 因為他是 可以 就是那個藥液 其實我已經把電源打開 他現在有冒出那個 煙霧來 只是因為燈光關係看不太見 然後呢 如果我把它打開的話 它是一個器具嗎 裡面放什麼都可以的 對 剛剛接受那個 中藥的藥液 可以把它放進來 空煮好放進來 然後用超音波物化也可以 就可以讓你室內的空氣 稍微有點改善 這個倒還真的不錯 對 你會常常噴點芳香就芳香的 對 可是如果說這個要拿來塵蠻 沒有效果 淘汰塵蠻沒有效果 為什麼 其實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塵蠻為什麼在台灣 會這麼的成為一個過敏源 最主要原因就是 那我們這個東西其實你看 它物化起來其實就是水蒸氣 對 那所以會讓你的環境的濕度 反而更高 那反而是塵蠻喜歡的 但是我想說 可是如果像是我們在一個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是開冷氣 那冷氣會讓你的乾燥 會越來越乾燥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用這種東西去平衡 尤其冬天來了如果 所以冷房效果 或是廚師效果 跟這個一起搭配使用 你就剛好全部都沒 他就買一個廚師機 中藥蠻除這裡的水 真的 我真的這麼難以為 我待會兒要拿 我如果 我是從家裡把它帶來的 我待會兒要帶回家 你可以用再吸鼻子 剛剛講這一次 不要再吸鼻子 放下鼻子了 對啊 好 或者當一個裝飾也很好 真的可以 你都不喜歡 我還有一個介紹 一個瘦醫師給你 講什麼 你今天瘦醫師來幹嘛 沒有 他有 他的這個 給我們補充一下 楊婧宇 瘦醫師 台灣大學瘦醫系 毛小孩也會過敏 細心照顧很重要 在那個狗狗或貓咪 牠有時候在支氣管經完 或是說呼吸困難的時候 當我們洗完澡以後 浴室還是熱烹烹有水蒸氣 我們把那個動物放到裡面 牠馬上兩分鐘呼吸都非常順暢 牠那個氣管會得到疏解 你說固固喔 固固 對 所以說其實這個 噴霧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是覺得說 對於整個一個 除靜空氣清新方面 可能是有效果 但是可能對過敏的塵蠻 可能效果是要值得上 我這個塵蠻的塵蠻有效 塵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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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枕頭啊 或床燒也都是要 那妳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效呢 牠袋子上 對 牠袋子上 沒有 就像牠這個上面也是鮮油 對啊 上面 妳有看過 蠻說我不要住這啦 我走啦 每一個人賣東西都說 牠的東西就是有效 這個就是個問題 就要請教醫師 醫師也不能說這個 牠也不能打包票說這個有 因為太多這樣的產品了 對 但是是買一個安心 對啊 但這樣可以 價錢又不一樣 對不對 對 確實 房滿比較貴 其實是這樣子 其實像買這些房滿產品 要跟各位解釋 其實你有 假設你今天真的都是 真的把你的房間 全部都坐到都沒有塵蠻 可是你可能去鄰居串個門子 他家都是塵蠻 你只要一倍又發 你的症狀就是一整天 你先聽懂嗎 你家弄得都無菌式 你曉得要不要出門 你不能關 又不是坐牢關在裡面 你只要出去 出去後再沾染塵蠻回來 會更嚴重 所以 所以我應該把它丟到鄰居 都是塵蠻的 所以看我們 其實看我們最近 你應該買所有鄰居 都一套房滿的塵蠻 你應該買所有鄰居 都一套房滿的塵蠻袋 除非你小孩子要去哪裡的地方 都弄好了 對 屠龍地毯 房塵蠻地毯 所以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們這個節目雖然是做健康 告訴大家 所以其實這個都沒用的 最好的自然力量 就是你出去外面接觸 放棄對不對 你才有看理 對 萬一保護到的 還有公開 謝謝 謝謝 要吃蠻胸 對 沒有 你聽柯醫師很堅決講 其實對 柯醫師講得很清楚 你保護這麼好幹嘛 都染一些病就好了 不是 也不能這麼說 也不能這麼說 但是我說這三個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塵蠻 會藏在我們的棉被 會藏在我們的床單 尤其彈簧床 那一種越舊的 它其實塵蠻都會住在裡頭 那其實我雖然不知道說 這一個塵蠻被 有什麼真的抗菌的效果 但是比起前兩者是 真的找不到任何理由 快說不下去 自己快說不下去 沒有啦 還是要從吃東西 把自己身體的本 對 邊蓋被急 邊吃傷 這個我聽得下去 因為你每天就是要瀑布在外面 你不可能每天把自己包得像 無菌式的東西嗎 對 你自己要著重 就是面對這個世界 那你要經過 體內環保 我們人不是經過很多病毒 才會著重的嗎 所以這個不要就對了 對 我包起來 我包在自己身上 我要保護自己 今天說起來大家帶來都沒用 對 接下來我們剛剛這個 家裡有養貓養狗怎麼辦 我們請瘦醫師來 我在看我們節目 家裡有什麼養貓養狗狗的 那個製造的環境塵蠻 過敏也可能更多對不對 是 對 就是好像家裡面 家裡的婦女要懷孕了 公公婆婆就常常講說 你不要養了 這個養貓養狗怎麼辦 他不食那個孕婦 還會吐毛球這樣 不是孕婦 貓孕婦會吐毛球 不是孕婦吐毛球 你孕婦不會 你孕婦吃到你都會 不是 不是 我們來看看 可使用空氣清淨器 清淨機 是 因為我們曉得過敏原裡面很多 就是 甚至於油脂分泌物 對 因此如果把空氣裡面的密度 能夠降到低一點 它對於這個刺激 它過敏就會降低 所以說在我們的醫院診所裡面 我們也有裝了很強力的一個 空氣濾鏡 擠在屋頂上 那此外呢 家裡面居家環境 當然多注意 尤其是地板的吸塵裡 盡量把一些塵蠻 或是一些棉絮 或是皮毛 盡量把它清乾淨 因為大家在家裡 整理這個房間的時候 那是陽光是沒射進來 如果陽光射進來 你就看那個灰塵 對 還一直看 硬碰碰 尤其是把塵蠻 或是說這個棉絮把它清乾淨 因為跳蚤它其實 所以如果清得更乾淨 跳蚤也不容易成長 就活不了 對 其實對於人的過敏來講 那個寵物的黴菌 也是一個很大的來源之一 那我們曉得這個黴菌 通常就是吃口服藥 龜梅素 或是說一些療梅素之類的 當然這些對於肝臟的影響 非常地大 所以其實 吃藥總是不好的 所以說我們一個最天然的 抑制黴菌的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硫磺菌 硫磺菌 對 就是我們像我們泡溫泉那種硫磺菌 去哪裡買 它把它濃縮 吸藥房都有 它可以稀釋20倍 大概兩天就幫它全身淋一遍 它身上的這個黴菌的菌絲或包子 你說幫狗狗或貓嗎 貓不洗澡的 貓通常如果真的有皮膚病還是水 所以要用這個貓跟狗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對 讓這樣子最天然的東西 讓它減低 是 那這個肥皂呢 另外現在目前在寵物方面也有一些 那種所謂的 手工香皂 那這種藥皂裡面加了中藥的成分 而且它並沒有化學成分 所以你要訓練 狗狗去洗澡 自己洗澡 自己洗澡 不能 不能 幫他洗 幫他洗澡的時候用 還是要幫他洗 好累喔 要不可以自己洗嗎 對 失措衝膨擦對不對 我們可以盡量把寵物的毛寶子 最短 這就是第二項 寵物洗對澡對不對 謝謝 謝謝 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今天講那麼多 但過敏源也是非常多 但是問題是像醫師講的 你過敏源 好像我們以前在那種 很惡劣的環境之下 反而那過敏源可以有抗體 那小孩子保護得過當 反而常常會死的 你看現在都市裡小孩子 都不都過敏 鼻地共共老 不然就掛好 都不跟你來排隊打針的 咳嗽的 感冒的 就為什麼現在城市小孩子 抗體會那麼差 我們如果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請科醫師幫我們做個總結好 好的 其實過敏 你要說真的有一個很好的治療效果 其實也沒有 通常是你如果很厲害的時候 那你就看醫生 讓你症狀緩解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 但是還有一個 你在臨床上 常常看到 你就請這個人 有過敏的體質的小孩子 你請他去運動 你通常喔 這個在我們門診太明顯了 你可能去運動 像他去運動個半年 他的症狀就緩解很多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我剛剛回到 我剛剛一開始講 過敏就是一種免疫系統的敏感 他不代表太多 也不代表太少 他就是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要怎麼讓自己 比較去敏感 就是你去運動 他的免疫調節 會達到正常 而且你看他的症狀 就可以緩解很多 你要追求的是 怎麼樣讓他減緩 所以您剛剛講 像是塵蠻被啊 或是有些這個精油方法 那都是減緩症狀 那你減少 減少這個症狀有發生 還有一個 就我剛剛有講到 現在為什麼那麼多過敏 其實就是我們吃了太多食物 我們追求口感 追求精緻 其實這個 你看現在很多人都在提倡 還有追求便宜 要反省 現在都提倡 要吃這個食物 要單純充化 我想這樣子 反撲歸身 就是這個對過敏 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句話 介紹到這麼多 當然大家都心疼自己小孩 誰會讓小孩子在那邊 比嘴公公老 嚼得要死 但過敏太多了 幾千種 你真的去驗血 我真的查半天 你會聽醫師報告 你會氣死好不好 不是 我們會放很久 他放很久 瓜哥你的報告要去看一下 放很久了 不太敢去 換醫生說這個好像不是過敏 等於希望大家 建立一個好的習慣 多運動 謝謝 謝謝 歡迎收看 醫師好蠟 這位是個優秀的好蠟醫師團 很多人都會有過敏問題 且會常常復發 但你知道這些病是可以根治的嗎 今晚的好蠟醫師團 就要來拯救你 來 今晚的三位藝人 他們又有哪些症狀呢 我們今天討論什麼呢 就是很多的病啊 它會反覆的不斷來 你都以為看好了 其實 過一段時間它又出現了 這個是非常難治的 甚至有的是治不好的 像皮膚病 這裡癢那裡癢 黴菌增煩腦 其實很多人啊 他就患了皮膚病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我的一個病人 那個病人是一個男生 他要看胯下 看胯下的人其實也不少 說實在到夏天很多 男生本來就會有胯下 穿牛仔褲 你出去外面泡在汗裡面 一穿牛仔褲也不透風 然後就開始會起疹症 對 通常男生來看胯下 看到女醫生本身 就會已經牛牛捏捏了 可是他其實 你一看就知道 他那個胯下一定有問題 果然他就褲子脫下來的時候 一看 他的胯下不是只有長顯 不是說黑黑的一片而已 他那個胯下是被他 他抓爛了要流血 所以他很痛 很痛 他來整個腹骨溝 就是抓到破皮流血 他還跟我說 我這裡怎麼感覺 有一顆什麼東西很痛 我身手 大家戴手套 身手一摸 就發現 你說在哪裡的淋巴結 是海邊嗎 腹骨溝 這邊的淋巴結 這很嚴重 不過一般這種 他會自己先買陳藥差不是嗎 那通常這個癢的症狀 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會想到 然後剛擦下去的時候 無論你是顯 或是不是顯是濕症 你擦了以後癢都會好 問題是你擦了類固醇久了以後 皮膚的 也會變黑 變黑到要很強的才會變黑 但是擦久以後 皮膚的那個附近的白血球 就比較不會抵抗 白血球比較不會抵抗 你當然就比較不會癢 因為你那些化學性的 發揚的物質就沒有了 可是同時 黴菌也很高興 因為沒有人會來攻擊他 他就站在那裡長很大片 所以自己去買藥 常常會發生說 他越差什麼 越大片 剛開始很好 但後來越來越大片 然後那一個後來 這個病人我就是 最重要就是 要吃藥 因為他的淋巴已經腫起來了 因為他淋巴已經腫起來了 淋巴腫起來的時候 代表你有細菌入侵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要給他吃藥 不然他接下來很可能 就是整個組織變成 那我們也不希望 他變到風惡性組織鹽 所以給他吃藥 擦藥 電風扇子 還附中一個電風扇子 電風扇子也要去藥籽去領才行 吃的藥 一般我們黴菌 外在的黴菌 不太會用吃藥的 因為都表皮擦一擦就好了 但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還是會給他吃一些藥 那電風扇對男生 是幾乎是必備的 我覺得男生除了 必備手機自拍以外 還要必備一個電風扇 就是那種給小孩子吹的那種 然後還有一個夾子 這樣夾在這邊 然後他就可以這樣吹 就是要吹那個人 就是那個洗澡完的時候 特別是洗澡完的時候 洗澡完的時候 很多男生 他匆匆忙忙要出門 吹風機不行嗎 你要吹冷風 你要吹冷風 就當電風扇一樣 當電風扇 可是吹風機不可能吹那麼久 電風扇比較好 那你就是要把它攤平 你不能沒有攤平 這個你們想像一下畫面 把它攤平 然後把它吹乾 然後你才可以穿平 就像晾那個蘿蔔乾 不是 不是 那你可不可以拿 所以 你可不可以拿那個冰塊 冰鎮的冰一下 可是它是濕的 要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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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外面加毛巾 你最重要就是要把那個局部的 那個濕度降低 像我有時候外籍回來 有時候熱到那種很癢 我會先拿冰塊冰鎮一下 讓它降溫 對 對不對 降溫可是你還是要擦乾 最重要是擦乾 因為有水就是霉菌滋生的地方 對 而且夠了 那我就問他說 他說你這個多久 怎麼會搞到現在才來 他說其實很久了 以前也是抓抓也沒怎麼樣 所以我就講 一般有的這個 就先會買藥叉 拖那個時間 然後這種病 多半都在哪裡傳染的 你知道嗎 在部隊 瓜哥有經驗 對 什麼叫我有經驗 我們所有都跟部隊的內衣內褲 都大家隨便穿 因為大家一起洗的嗎 襪子一樣 檢減機場集合 晚上洗澡根本看不到燈 你在那邊洗完一天 看那個水上面都是浮的菜渣什麼 所以我常常覺得 那個養雞不是有那個敷雞蛋 敷小雞的敷蛋器嗎 這個 進去的十個 進去九個出來都有 因為他們不知道 就是一百個訓練生 你洗完澡 你洗澡帶洗衣服 總共五分鐘 所以你衝衝的還要洗衣服 一襪子衝 然後把它折好 弄乾掉 年紀好像飢餓 然後鐵絲網 給你十分鐘架好 五分鐘架衣服 你晒啊 晒衣服 晒襪子 然後就晚上去出操 你去洗衣 回來就不知道晒什麼位置了 明天開始 一分鐘收衣服 大概隨便抓個襪子 褲子就來了 你只要有襪子 有褲子就可以了 然後明天又這樣搞 今天那麼多 沒有大家穿 所以男生都是 有襪子 有褲子的地方感染 下完腳也是當兵來的 腹骨溝這個骨鞋 也是當兵來的 幾乎都是當兵來的 可是如果沒有 比如說像 不是穿褲子或穿襪子 比如說手指頭 手指頭不會 比如說濕疹它是黴菌嗎 濕疹不是黴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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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黴菌的特性它是感染 傳染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一定會好 因為他這麼多年來 沒有人告訴過他會好 這個會好 那當然好啊 到了我的手上可以不好啊 這怎麼斷根 你弄現在好 過三個月 可能他就來了 沒有 我要說 當然他來看到我 是他的福氣 這是第一點 我覺得平很高尚 我第二點就要講 重點是 這個東西是感染性的問題 他沒有理由不會好 你只要切斷這個 這個感染源 讓感染源都死掉 沒有辦法存貨 沒有這個環境 沒有這個環境 所以裡面呢 你擦藥吃藥都很重要 可是 如果保持乾燥這點 沒做好的時候 我給你擦藥吃藥 即興起好了以後 那個黴菌它 偶爾會再發作 會跑出來 一般黴菌感染 大家都講到 就像香港講 或骨線 另外一個比較常見的 尤其在小朋友 嘴巴裡面也會 黴菌感染 嘴巴裡面吃的 對 我們可以看到 這什麼 然後有人覺得 那是舌胎 或者是說我們常常 在小朋友嘴巴裡面 看到一些白白的點點 父母會以為說 它是奶狗 沒有特別去清潔 可是這張照片 看起來是女生的嘴巴嗎 這是成人的 這不是小孩 小孩不會有羊齒 對啊 那有的人是舌胎比較厚 有的是連上下唇 都滿明顯很多這種白斑 整層都構在上面這樣 那這種其實比較容易 在一些年紀小一點的 像一歲內的寶寶 或者是年紀大一點的老人家 他們抵抗力比較差一點 很多媽媽就以為 她那是奶狗 會以為她是一般的這種 口腔的潰癢 舌胎或奶狗 對 口腔的潰癢 那一般來講 他們就想說可能是奶狗 去特別用力的清潔 那孩子的嘴巴很容易 就會破損 又受傷 或有的媽媽就是沒有診斷 就拿自己一般家裡面 口內膏 口內膏其實也很有 微量的類固症 它就做塗抹 在這樣環境之下 就像剛剛那個廖醫師講的 這個黴菌這樣大好了 這個環境都沒有人知道 我是什麼 它就可以死五季蛋的 一直一直的這個 可是它怎麼好 因為你舌頭都是濕的 這個一定要吃藥 這個沒有別的辦法 什麼吹風劑也不好 因為嘴巴裡面 它本來是濕潤的 對 你怎麼會一整天這樣 對 它可以塗抹藥物 它要塗抹藥物 可是有些父母就會拒絕 想說孩子這麼想 要塗抹藥物 它要好好治療 其實一到兩週會好 但是如果你放任它不管 它是一直長的 你口腔 你的食道 你的腸胃道 甚至這些黴菌 還會經由這個 糞便排出來 造成你這個屁股方面 就是皮膚的這個 是全身的嗎 全身是都有可能的 但是它是可以治療的 我之前有遇到一個 大概二十幾歲的 年輕女孩子 我打開看到嘴巴的時候 我真的嚇一跳 她的嘴巴裡面 完全是厚厚一層很厚的黴菌 勾在上面 她的 我就想說你吃東西有味道嗎 她說說 大家的嘴巴不是都長這樣嗎 她從很小 就是只有黴菌感染狀況 可是她從來沒有治療過 她從來沒有治療過 她就放任它慢慢長 就很厚一層 而且她很疑惑說 不是大家嘴巴都長這樣嗎 我這時候就很犧牲說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真的不一樣 我說對正常是這個漂亮的粉紅色 平順的黏膜這樣子 所以她就是很認真的治療之後 她也發覺 真的果然食物的味道不一樣了 整個人就 那她一定很瘦了 我怕 我怕 因為食物沒味道就不會 但黴菌這個東西其實很妙 她這十幾年老實講 她的身體跟她也有一點和平共處 那有什麼困擾會癢嗎還是說 嘴巴裡面其實不癢 可是有的人會 人家在說 就她黏膜其實是有明具感染狀況 她是不完整 她是有破損的 孩子可能就會比較美味的狗哭鬧鬧 那有的敏感一點 甚至會覺得有點刺痛的感覺 那大部分就覺得 吃一些比較刺激性的東西 心心的感覺不太舒服 請問一下這個叫什麼症狀 鵝口瘡 鵝口瘡 鵝肉的鵝 對 鵝肉的鵝 它是嘴巴裡面一種 白色念珠菌的感染 所以每天刷舌胎也沒有用 每天刷舌胎是有用清潔 但是不要過度 你不要過度 那小朋友的話 本身來講 因為他們會吃 很喜歡咬一些東西 所以他基本上他咬的 他吃的奶嘴 或一般他們喜歡咬的東西 你一定還有他的食器 他的這個杯盤 或者他的湯匙 一定都要經過小度 那這種跟男朋友接吻 會不會有傳染 如果他男朋友的抵抗力夠好 我想應該是OK 因為如果說青壯年的時候 如果說是六十幾歲 老人家的男女 如果我來講話 這就比較不一定 因為抵抗力比較長 是啊 因為他又不痛不癢 所以觀眾不知道 他自己到底有沒有額口瘡 對 但是如果他這樣 他親吻他的孩子 像孩子的抵抗力差 可能就會 不是 我的意思說 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額口瘡 額口瘡 剛剛你看那張照片 是嚴重的嗎 那個不嚴重 那就還好 但是有的人如果一直舌胎很 他刷不掉的 比較注意的對不對 他的舌胎上面 可能就是一層的黴菌感染 其他適當塗抹藥物的話 治療很快就會乾淨 我是怕你們都不知道 自己舌頭生病 真的 可是這種黴菌不會有異味嗎 味道不重 這個黴菌還好 所以真的就是不痛不癢的感覺 不是很重 不會像你們想到的 說香港腳會有很重的味道 但我想到的口 其實是不會太好的 可是像講到那個香港腳 我之前是 曾經有一次是我去健身房 運動的時候 然後洗完澡 那通常都是自己戴自己的拖鞋 然後那天我就忘了戴拖鞋 然後就穿著他們的公用拖鞋 然後後來就是隔沒多久 我回去就發現有一隻腳 突然間就是 剛開始是有一顆紅紅的 然後硬硬的 然後旁邊皮膚開始 就是有一點點那個 起水泡 對 起水泡的感覺 我以為是 欸 就是起水泡 可是不是喔 他旁邊就開始 裂開有點乾乾的 然後就開始癢了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 而且是他在腳後跟 然後就開始擴展 然後大家就 而且擴展得很歡樂 突然間就 在那邊你知道整片這樣子 然後而且也是 就是一直到那個 就是腳底板那邊都是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看上去 看起來真的很像是 小小的水泡 然後它就是一顆一顆 小小紅色的 然後我後來一直治不好 我也不知道要擦什麼藥 反正它就是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上網查才發現 原來這個就是所謂的 我就是那一陣子 大概一年多我都 完全就是走一種 不敢穿拖鞋 或者是去那種 就是需要穿 把鞋子脫掉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感覺就很尷尬 尤其是腳後跟 而且 我穿著襪子也會覺得癢 那你為什麼沒有去看 皮膚科醫生呢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一樣 想法就覺得 你知道就是去藥房 藥局去找一找就好了 那可能也不覺得那個是病 覺得腳乾裂 很多人都會這樣子 對啊 我那時候其實 並不覺得這個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應該只是一點點的 可是會癢的耶 對 那個癢是 我覺得那個癢 就好像是 好像被叮到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一顆嘛 因為沒有癢 你不會看醫師 對 有癢才會覺得重要 對 所以我後來就是忍了大概快一年 然後我 後來我就覺得不行 因為我總不能就是在夏天 都是只包著鞋子這樣子 然後我就 那時候回加拿大的時候 我就去專門找一個 它是那種 用點的那種藥 藥水 然後它點上去之後 它就會整個 讓你皮膚變得非常的乾 可是它過一陣子 它就 就是慢慢慢慢那個 好像那個傷口 就這樣慢慢慢慢縮小 縮小縮小 這樣就縮掉這樣 可是也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還有講到那個骨溝癢 我從小到大 我都一直覺得 就是我的身體 本身體質就是這樣子 而且也是一樣 就是我的那個骨溝癢 它就是會長一塊在那邊 然後就厚厚的一層 然後我每次 比如說夏天要穿比較低一點的褲子 或者是要穿比基尼 我就覺得很尷尬 而且那個 我去藥房去買的時候 我也曾經就說過 那個 我朋友 就是 它有 它有類似骨溝癢 因為你就很尷尬 而且你知道那時候 有時候一抓 它就一整片 你就 不小心一抓 它就一整片皮就不見了 然後它就會 就是變濕濕的有沒有 然後那個濕濕它又要乾掉 然後它就又要變成一層皮 然後你不抓 它就一直癢 但是你一抓 它就很容易被抓掉 就是一直重複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曾經我有 我記得我有曾經 就是坐在鏡子前面 然後看著自己的那個 舞溝這邊 然後我就在想說 因為已經到一種了 我就覺得 因為它會 有時候要 因為我知道會有類固存 所以我知道 擦一下子它就會好 然後好的時候我就會在想說 因為它每次都一直回來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一直維持 大概四、五年的 就是一直 我也不知道到底後來是 怎麼樣好 但是我就一直覺得 是我體質的問題 因為你那塊皮膚 反覆的發炎又好 它其實變得特別特別的脆弱 對 所以當你身體有狀況 它一定從你最脆弱的地方 我常常跟病人講說 你練武功 就是你練了金鐘招 就是有個招門在 你那邊特別脆弱 所以其實 像這樣的狀況 好了之後 你應該照顧你的屁股 跟你的皮膚 臉一樣 還是要擦乳液的 對 你知道後來好了之後 藥膏要連續再擦三個月至少 之後休息之後 因為像前面有抗生素 有類固醇 這些你停了 可是它皮膚是很脆弱敏感的 其實就像你有問題的肌肉表 你要特別照顧它 額外滷液滋潤 讓它去修復修養 回復到正常的狀況才可以 像現在才比較看起來 是正常膚色 因為當開始好的時候 因為畢竟它長了四五年 後來好了之後 它還是就是 只有感覺黑黑的 對 它有色素沉澱 對 色素沉澱其實慢慢會好 其實說到黴菌的問題 其實有的人可能 臉不會長 手不會長 骨勾也不會長 但是其實就女生而言 最常見黴菌發炎的部分 是在我們私密的地方 我們文獻認為說 大概7%的女生這一生 一定都有感染過 至少一次以上的黴菌感染 等於說現在在座大概有7成 都有感染過 我們私密處本來就是一個 比較潮濕的一個環境 所以它本來就是 在這個環境之下 抵抗力比較弱的時候 它黴菌就容易滋生 因為它天生的環境 就是這個樣子 也是黏珠菌感染 最常見的反應就是 它會有起失樣一樣 快狀的分泌物 那會比剛剛那個 鵝口窗的還要再更誇張 那它會一塊一塊結成塊 有時候掉在褲子底上 我們會覺得很像 豆腐的渣渣 或者是 我其實是有拿照片 不過製作單位覺得 太過於盡頭 沒有辦法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除了這個 起失狀的分泌物塊狀以外 它旁邊的組織 因為會 黴菌的感覺會有點發紅 所以又會發癢 所以最開始最早的症狀 應該是癢 癢到後來就開始痛 那一般門診最常看到的病人就是 他這樣反反覆覆 發作這樣子 大概可以拖到三個月四個月 那每次來門診就會抱怨說 我這個黴菌怎麼都不會斷根 那我最近常遇到一個案例就是 一對姐妹花 她們一起來 她們家的環境可能比較潮濕 等一下免疫力又差 兩個人又喜歡熬夜 一起在那裡打那個LINE的遊戲 所以黴菌就發作了 發作以後就開始治療 治療以後姐姐就好了 可是妹妹就反反覆覆 每個禮拜都一直來 一直來 這樣拖了三四個月 所以第一個可以證實說 我們姐姐斷根 所以這個黴菌是會治得好 那妹妹為什麼不會好呢 因為她後來我在仔細詢問以後 才發現說 她因為覺得那個地方很癢很不舒服 她自己覺得她應該要做一些處理 她洗澡的時候用熱水跟冷水交替沖它 然後還要類似一個 她覺得裡面有垢 就剛剛講有起絲狀的分泌物 她就類似掏耳垢的概念 每天都進去清潔 然後挖一些起絲狀的分泌物出來 然後白天又要上班 所以她又要墊了護墊 所以這重重疊一疊下去 她感覺每次治療了好以後 她就又再復發 好了以後又再反覆發作 這樣就拖了三四個月 那最後還是從生活作息上去調整以後 就完全治癒 所以如果像 尤其是像私密處這個部分 其實有的人 更會喜歡去買成藥 但是成藥就是也是富方的 我們有一部分的 會用局部的塞劑跟藥膏 那藥膏的部分 它其實有治療黴菌 跟治療鹹的 跟治療皮膚炎的 都不一樣 所以還是建議不要自行採買 還是要來看過以後再能採買 那這個黴菌 除了好發在年輕的女性身上 有一個大的族群裡面 它也是很容易好發的 就是說 產後的媽咪 她因為她要餵母奶 所以她這個地方 常常會抱一個抱枕 然後寶寶固在這裡 所以常常它不是陰道的地方發炎 它是外陰部的皮膚 整個是發炎 就是感染這個癡 那甚至會擴到那個大腿的一半 然後上面都擴到大概 我們的齒毛的上端 就整片都是感染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這邊很潮濕 它整個一直坐著餵奶 可能維持一個姿勢 兩三個小包都不動 他們不是有那個坐月子不洗澡 對 坐月子又不洗澡 這個真的很常見 那為什麼 它只是背帶怎麼會潮濕 是流汗 對 它會流汗 然後它又維持一個姿勢 會有的感覺 有的感覺 它很早就開始穿塑身衣 沒有 它餵奶的時候 寶寶會在心裡 它不敢動 它要為了照顧寶寶 其實我補充一下 維真講的 其實孕婦 產婦不只這個地方 它還餵奶 它胸部會脹大 所以其實很多人是在 胸部的下方 也會長疹 而且好像這樣仙起來對不對 對 仙起來可能 因為它一直蓋住 對 像我最近的案例就是 它已經 它也不管它 越闊越大 可是很多媽媽就是因為 餵母乳 它完全不擦藥也不吃藥 因為它為了想要薄薄薄的部分 因為皮膚也會吸收 所以它害怕 這一部分還是要治療 因為就是如果拖了11個月 12個月以後 後來變慢性發炎以後 它變成很容易會反覆發作 這時候要再來治療就不容易 那一般我們治療黴菌的感染的話 會局部使用藥物 再加口服藥 那還有另外一個族群就是說 其實糖尿病的病患 它特別容易在私密處 這個部分會發炎 所以有一部分 大概四五十歲的中年婦女 如果你發現說 你反覆常常陰道發炎 你治得好 可是又來 治得好又再來 有時候要測量一下血糖 血糖如果已經開始偏高 這個時候也要小心 它是不是會這樣子 我之前就有一個案例是這樣 就是這個女孩子呢 她其實 她有開始覺得 她有一些白帶的分泌 但是白帶分泌到後來她發現 其實這個狀況已經完全影響到她的方式 因為她在這個我們說過程 在家裡做這件事情的過程的時候 會疼痛 甚至會覺得紅腫 到後來比較嚴重上 她會分泌出像泡泡的東西 那泡泡是黃綠色的 所以她那時候其實她有去 也是去陳藥店去買 因為她就在想說這是一種陰道發炎 所以她就去買一些類似黴菌的藥物 治療反覆的沒有好之後 她最後終於去婦產科 可是還是沒有好 那後來其實 其實她不是這個問題 是那個婦產科醫術差嗎 對 我就這樣講 對啊 然後想說其實 那時候她就覺得很困擾 因為她其實這個問題 真的讓她整個人 就是整個 我們說這個方面 她都是完全的 覺得是痛苦的就對了 那後來她其實是等於 她到我這邊來看其他的問題 來跟我聊天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其實這個是一種 比較特殊的陰道發炎 叫做陰道低蟲 那這種低蟲的感染 它其實通常是跟我們的性傳染有關 也就是說其實 在她感染這個疾病的時候 跟她的另一半其實也重了 可是因為男生沒有症狀 所以她一直以為說 她自己治療好了就好了 可是當她好的時候 男生 對 男生身上是有這個蟲 但因為她的特點 男生症狀不明顯 所以後來她又等於 反覆的交叉感染 那後來說是等於說 要請她的這個先生跟她兩個人 一起去這個婦產科兩個 並且一起投藥之後 這個症狀才緩解 其實我之前遇到的是 除了麵豬菌的感染之外 它又有細菌感染 所以它除了用那個豆腐渣 對 然後它會有很多分泌物 就是那個是她自己長的 就是會很濕 所以會就是讓我們的大腿內側 就是在炒色狀態 一直摩擦就會破皮 所以她其實連走路 她那個地方其實摩擦都很痛 所以她就影響到她自己的心情 那她有去看醫生 那她看完醫生的時候 那醫生有開藥給篩劑 可是她覺得 吃了好像有好一點 她就不吃了 對 她就覺得又好 但是她過不久 可能下一次MC藥來之前 她覺得免疫能力下降 她又復發了 所以她就這樣一直 反覆已經好幾年 所以她其實也很痛苦 也很難過 那她後來就想說 不然她來飲食挑戰好了 所以才到我這邊來 那到這邊來的時候 就是了解她的狀況 就有建議她說一定 醫師開的藥 一定要確實把它吃完 或是賽季一定要完成一個療程 就是千萬不要自己覺得 就是已經不痛了 不癢了 不會不舒服就馬上停 那其實這樣反覆的機率是很高的 那其實在飲食方面 就是也要 避開所謂的糖 因為糖很容易讓我們 泌尿到那些不好的細菌 是她的養分的來源 所以她的飲食又是喜歡吃甜食 又喜歡吃蛋糕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叫她一定要接 不然她那個困擾 是永遠沒辦法解決 對 她怎麼知道要去找營養師呢 因為她已經反覆很久了 那她就是有看一些節目 就是會講說要怎麼吃 那她就想說 那她去找一下說 到底是怎麼才適合她自己 我跟你說 女生如果有這個問題 你第一個一定想要婦產科 對啊 怎麼可能是找那種相關的 怎麼會找個醫療科 她搞不好已經找醫生找過了 她說她一定會找很久 對啊 她很久了 反覆很久 想不死馬當活馬醫 對啊 妳就算找很久 我會找醫療科師 看到醫療相關的人員 我都把她問一遍 其實很多人是這樣子 對 很多婦產科的女生 她會覺得說 她那個範圍那麼小 她不是病 她覺得她不是 她只是癢 所以她常常醫阻性都很不好 你看一個禮拜要 她就吃兩天 那後面她就覺得 我少吃冰我就會好 就自己的自我主見會太強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子 她才想說尋求那個營養科技 像這個聽到妳們講這個 只有妳說 啊 我們男生都 她剛剛在放紅臉 那是什麼東西 什麼又氣死狀 又是什麼 而且她們女生要喊大聲 表示她沒有 妳知道嗎 她沒見過 沒有反應那麼大 聽起來很血腥的感覺 我都沒有過 好驚訝 所以她其實後來就是經過 因為她過來就會詢問她 整個治療的過程 因為不可能看醫師吃藥還不會好 那因為了解著 植她一些飲食狀況之後 就有建議她就是 第一個一定要避開那個 我們所謂的糖分 那再來就是補充 蔓越莓的益生菌 那其實如果大家都知道 蔓越莓對我們的泌尿道 是有保護作用 因為它可以抑制這些細菌 然後在我們的膚膚 都在我們的一個膀胱 就是我們的那個尿道的壁上面 所以她就是建議她補充這個蔓越莓 但是一定要記住就是 你在補充蔓越莓的同時 果汁要去注意它的含糖量 對 因為通常蔓越莓是酸的 那它為了四口幸好 其實它糖分含量也很高 那有些人會覺得 我喝這個沒有特別的感覺 所以可以去補充這所謂的 蔓越莓的益生菌 那可以減少糖分的攝取 又可以有它的一個效果 那再來就是 一定要配合醫師的就是 她的建議 藥跟那個塞劑一定要完成 然後再搭配飲食 那多喝開水 這樣她就真的徹底根治 所以其實她就這樣子調整完之後 其實她很開心 因為她已經影響到她的生活 那整個改善之後她已經 就是覺得自己已經很舒服 好 我們先來看看 皮膚過敏難治好 有濕疹 汗泡疹 尿部疹 異味性皮膚炎 早上門 我本身小時候 我就異味性皮膚炎 而且是很嚴重的 我嚴重到我會 因為你知道那個一癢起來 我從小是脖子這邊 然後關節的地方 然後胯下 然後還有 反正只要是容易會出汗 一下 然後就會很癢 起癢無比 然後我只要一抓之後 那個絕對是 然後而且你已經知道你破掉了 你還是忍不住還是會去抓 是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 那沒看醫生 有 小時候就是我爸媽有帶我去看 看很多 我覺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去 跟我一樣 吃蛇肉 喝蛇湯 然後還有那個 用蛇的不知道什麼 然後做的藥 高 有用嗎 因為廖醫生都去吃 感覺上好像有用 不是 我們可以繼續說話 就是因為沒有用 不是啊 可是有一點什麼 之前什麼火氣大水 突然幾乎到那邊 我覺得還是多了一點點用 那要吃 我覺得多少還是有用的耶 對 不能說他沒用 那什麼吃蛇膽啊對不對 對 那好像是大人吃的 我們那時候很小吃我不敢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 異味性皮膚炎只要 一開始有症狀的時候 我只要有冰敷 然後要把汗水抽掉 就是不要抓 你要忍住不抓 然後用冰敷 然後他很快那個就會過去 對 什麼叫異味性 異味是不是常常會跑位子啊 它是異味性體質 表示說你這個體質包含 皮膚過敏 然後包含 眼睛有過敏性睫膜炎 然後包含鼻子過敏 氣喘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是四個喔 那這四個有時候 一個人不見得會發生哪一個 比如說我家 我就沒有氣喘 可是我鼻子過敏 眼睛過敏 皮膚過敏全部有 可是我小孩呢 他們就有輕微的氣喘 特別是碰到狗毛 可是他們的皮膚都不會癢 眼睛也不會癢 對 所以每個人的表現程度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異味性皮膚很奇怪 就是因為我自己有氣喘 我老婆有氣喘 那我小朋友老大 就有異味性皮膚炎 對對對 他其實就是一個 他除了吃東西會過敏 就是像剛剛講的嘉瑜說會癢以外 他有時候大哭 或是天氣很熱 沒有推到整氣 他就會發起來 對 全身那個紅斑就出來 不能悶到 不能悶到 所以你衣服的資料 那你這樣怎麼去念書上學校 所以現在很小 現在才三歲嘛 那說不定長大就可以慢慢適應 我是希望說到長大也可以改 我記得我有一個醫生有跟我說 他是等你上大學就好了 對 可是我差不多真的就是在20幾歲 我要等到他上大學 真的 我上20幾歲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 你念國中這個國小 我整個過程 你知道我好可憐 就是我可能為了要遮 因為都會有疤 而且那個顏色會很暗 不是 你出去不會癢嗎 會癢 都會啊 所以裙子也不敢改 像我們有的會改很短 沒有 我就是很長的裙子 就是能遮的都盡量遮 然後都不太跟人家互動 其實我真的很能體會他的痛苦 因為我小時候出去皮膚癢 就忍不住還是要抓 連我自己的舅舅都叫我小猴子 他會直接叫我小猴子 因為很癢 所以這個不是說 在你念大學之前可以治的好了嗎 真的很難 而且這時候我們常常教育的對象 治療的對象是媽媽 為什麼 媽媽會覺得皮膚科病有毒 所以他不敢把他帶來皮膚科 然後他就會去用各種的偏方 拿來擦擦擦擦擦擦 可是小時候他最重要就是你養 把他止住 他就不會抓破皮 就不會乾淡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教育媽媽說 你第一個你就是養 你就給他擦藥 短期的不會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說 他到青春期的時候 十個有八個會好 就像家瑜這樣子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病程他就是 你要學會跟他過日子這樣 共處就對了 但其實這個我想講一下 因為其實他這個 尤其是小學的這種 一尾皮膚科病通常對爸媽 他會產生很大的不捨感 因為他那種抓的 後來已經抓到一整片的 都已經有點台鹹化的變化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有一個很舊的療法 1991年其實就出來了 可是其實他並沒有廣泛被推廣 但是還不錯 所以我們醫院有一位醫生 他就專門在實行 這個叫做師膚療法 他是一個 可以為了廖醫師 他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 一個做法很簡單 所以他是可以在家裡 自己執行 就有點類似小朋友發燒 發的時候 用那個時髦筋包嗎 可以這麼說 他其實原理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現在我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怎麼做 可以在家裡做 但是我們會建議說 你的那個藥膏 要先給醫生調配過後 你再開始使用 他的原理還是 把藥膏塗在皮膚上 但是他多了幾個步驟 去幫你的藥膏達到最好的效果 他第一個就是你準備一個 好 那先把小朋友 這個比較適合在小寶寶身上 那你把小朋友身上 泡溫水 泡10分鐘 那泡完之後 把它擦乾之後 你就是把醫生 他幫你調配的藥膏 比如說假設是這一條藥膏 每個藥膏不一樣 不要去亂買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你就塗在 比如說你塗在手臂上 假設你是手臂的地方 你就把你的這個藥膏塗滿 對 那塗滿之後呢 接下來你準備兩個 可以去買紗布 紗布或者是一些這個有繃帶束縛的 這樣子可以固定住 那你先準備一個比較大的紗布 那把剛剛的溫水呢 你就先泡進去 好 泡進去之後呢 你把它擰乾 讓它有一點濕濕 一點點潮濕的成分在裡頭 那接下來呢 你把這一塊這個 這一塊紗布呢 蓋在你小朋友 本來的這個 剛剛塗抹的這個藥膏上 你就把它包起來 好 它有點像是我們 如果有去醫院換過藥 會有印象這種濕的膚 就讓它這個地方有一層 第二層呢 你再準備剛剛的紗布 是乾的 那你就讓它兩層 一層濕 一層乾 它的原理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異味性皮膚炎 它有 它的這個藥膏的作用 會因為小朋友 塗塗抹抹的關係 所以它可能會 這個藥效會減少 那第二個的時候就是 我們其實會 一直鋪在外面的這個過敏源 那尤其是有一些這個 類似像這個樣子 那尤其是有一些這個小朋友 他其實 你這個傷口一直是開著的 所以更多的過敏源進去 你就更容易再度的感染 所以它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它是一種 物理性的屏障 那第二個是因為 它在這樣包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會感覺到 裡面比較涼 它會讓你的血管收縮 會讓發育反應下降 所以小朋友就會 這個癢的情況 它就會緩解 所以其實像那一個 那一位醫生 他其實真的就是這樣的治療 大概有九成的小朋友 最後他的這個皮膚 會回到本來白白嫩嫩的情況 對 所以這個最重要的 第一個是隔絕抓 但是他的這個師傅 剛剛西美醫師有講到說是溫水 說實在你真的在癢的時候 溫水是比較不合適 是用冷水是比較合適 可是皮膚科本來就有一種療法 叫做封閉性的療法 叫做Acclusion這樣子 我們把一般的藥膏擦上去 我們如果怕它藥效不夠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上面貼OK棒也好 貼紗布也好 它藥效都會變得比較強 對 所以這樣子的方式 真的就像西美醫師說的 你要去皮膚科拿藥 因為你要知道你拿強度的藥 適不適合做這個 因為可能醫生開了藥 不知道你回家要做這個 它已經開很強了 對 所以說如果你回家想要這樣做 你要先跟醫生講 我回家想要把它包起來 像我通常是會建議就是說 擦了藥以後 我為了避免抓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OK棒 把那一塊貼起來 小孩子抓就抓到OK棒上面去 就不會抓到這一塊 它最重要不要破皮 不要感染 這是我最大在意的地方 其實那個皮膚過敏 它其實有滿多種型態 剛剛大家提到的是 異位性皮膚炎 異位性皮膚炎 它是常常看到 在小孩子身上看到 因為我的病人族群主要是成人 在大人身上其實比較常見的是 群麻疹 群麻疹 群麻疹它是 浩發的年紀是 大概30到50歲 就是成人壯年的時候 對 其實這個病也滿討厭的 很多病人都為了這個病 就是長期在吃藥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她是一個小姐 她的群麻疹是這樣 她白天在工作 在上班的時候都沒有事情 但是每天晚上只要一回家 就開始長群麻疹 晚上癢到睡不著 那實際上她的這個群麻疹 便不會很難控制 她只要吃一顆藥 疹子就通通都會退了 對 群麻疹不是靠插的 要吃藥對不對 對 我們也長過 就一定的時間 晚上到吃完晚上 晚上的便當 就開始來了 她腫一塊 她腫一塊 然後到晚上過完 晚上去睡覺又沒有了 群麻疹它是一種過敏的反應嗎 可是你第二天 這個時候又來了 然後就起來 我們會怎麼腫那邊腫 後來醫師就認識群麻疹 你就打針吃藥 對 它不是靠擦藥膏的對不對 對 它擦藥膏效果是不好的 打針吃藥 那它有可能是過敏造成的 也有可能不是過敏造成的 它分急性跟慢性 如果是過敏造成的 自己都會有感覺 因為你吃到那個東西才會有 不吃到那個東西 它過了真的才會消 所以醫生會叫你去驗血 看看你吃什麼東西過敏 讓他查很久 對 但是實際上 這個群麻疹 要驗血檢查沒有錯 因為我們總是要找到原因 才好治療 可是你過敏幾千種 對 很難 而且是坦白說 群麻疹是不太需要驗過敏原的 如果說驗過敏原的話 其實方向是錯誤了 是免疫系統有問題嗎 對 我們檢查大概都檢查免疫系統 因為像是這種 每天晚上都漲 而且時間持續幾個月 大部分都非過敏原所造成的 對 當時我這個病人 他就是因為每天都固定要吃一顆藥 每個月都一直這樣吃下來 油肌都打掉了 對 所以他不喜歡一直吃藥 後來怎麼找出原因 對 當時我就是懷疑這個病人 他的群麻疹跟他的飲食習慣有關係 對 因為群麻疹每一種過敏 他跟飲食的關聯性不相同 群麻疹跟飲食的關係 他並不是過敏反應 他其實是一種 水洋酸的不耐受性 就是說這個病人 他對於水洋酸這種東西 他的忍受度很低 所以說我們通常就是 這個東西變過敏原驗不出來 驗血驗在都有驗不出來 這個必須要問走 就是說跟病人去詳細了解 他吃東西的一個習慣 所以我們很無聊 常常在問病人 喜歡吃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 這個病人我們問了之後 我們發現說他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因為其實他小姐很多人喜歡吃飲食 第二個就是說 他特別喜歡吃香菇 香菇 香菇 香菇裡面的水洋酸含量是比較高的 對 所以我就請他這兩個東西 聽我的話 暫時先不要吃 對 結果他後來就好了 對 他後來就不用再吃藥了 然後後來也沒有再復發 像我是一個不挑食的人 我就吃 我根本完全不記得我自己 因為吃太多東西了 對 然後我身上又有異味性皮膚液 然後我又有點濕疹 像吳醫生我覺得那個風濕免疫科 大家對這個比較陌生 我就印象很深刻 吳醫生看起來就是很親切的一個人 我曾經看過一個風濕免疫科醫生 非常不屑我去看他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有皮膚病 然後我怎麼看都 皮膚科我去了七八年 從來都醫不好我 不管這麼癢 那麼癢 擦個藥回去又是這樣 我常常覺得 去看皮膚科的人浪費我人生的時間 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有人跟我有一個藥膏 就打發我這樣 然後藥膏就是一到五的程度 他就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老婆就幫我查 因為依序我應該查一下風濕免疫科 或許是我免疫系統出的問題 我就覺得也許是這個問題 我就跑去風濕免疫科 我一到那邊 風濕免疫科 一看我的手就說 你應該看皮膚科 我就從皮膚科前面 所以我就覺得 對 因為你殺肌用牛刀啦 你在皮膚科看好好的 你就是不相信醫生 其實免疫科要看很多 免疫科要看很多 嚴重的免疫疾病 那是很嚴重的 後來 他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是很小 我也去做了過敏原的檢測 我做了兩百多項自費 花大概快兩萬塊錢 然後全部都做出來以後 才發現有一些 讓我很驚訝的東西 譬如說我的過敏原包括 因為它是分兩種 一個急性過敏原 急性跟慢性 急性的話就是貓毛 因為很多人對貓的毛 不太沉滿 對貓毛過敏 那正好我們剛剛養兩隻貓 但是貓毛過敏 這是我從小就知道 但是我沒有想到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對食物的過敏是 對小麥過敏 醫生就跟我說 那你就麵包 饅頭 什麼麵條 什麼都不能吃 那我正好又 很不喜歡吃米飯的人 你知道 我麵類我特別愛吃 你會過敏 就是因為小時候 喜歡常吃這種東西 最後會變成你的過敏 就那般累積的 我發現我是大概36歲以後開始 這些過敏症狀才一直出現 我有不少病人 他們也會帶他們 就是一兩萬塊的檢查 拿來我的診間給我看 其實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做檢查是一回事 怎麼判讀是一回事 因為異位性皮膚炎 尤其是因為每種過敏不相同 異位性皮膚炎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 所謂的偽陽性就是 其實你沒有過敏 但是你驗出來有 它的驗出來 這個報告的正確率 統計只有三成 意思就是七成都是錯的 所以說你千萬不要說 看到驗出來有 你就相信那個東西不能吃 因為如果是異位性皮膚炎的人 它有一個特色 這些東西都不能吃的話 已經會影響到你的營養跟健康 對 所以這個部分在判讀上面 尤其是慢性過敏的報告 我們都是採比較謹慎的一個態度 另外一種皮膚就是像富貴手這種 是不是也是很難好 因為我除了濕疹 富貴手也是一個毛病 因為我以前 在以前還沒有開始做菜 常常洗洗碗幹嘛 就是輕度的洗碗 然後就是沒有戴手套這樣洗碗 期間期間 後來有一陣子我很愛做菜 我也很愛洗碗 然後就天天用那個熱水 用那個時間去洗碗 然後我手就開始 好像有刀割一樣 天天自己會裂開來這樣子 早上起來就發現 晚上就割我的手這樣 然後每天都很痛 我嚴重到 我有一陣子去看皮膚科 醫生建議我說 每天 他說每天 你早上醒來 第一件事就戴手套 每天早上醒來洗臉 我都戴手套洗臉 我每天 我一脫下手套 碰到水 就是洗澡的時候 所以那一陣子 我跟皮膚科 這個關係就是很緊張 我還問過皮膚科 難道我要戴手套戴一輩子嗎 皮膚科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想過那個 腦科醫生在開腦科手術 都戴手套在開刀 這麼精密的手術 他都要戴手套 因為他這個會好不會斷根 不會斷根 對 因為手的富貴手或汗泡疹這個 其實特別是富貴手 你幾乎有富貴手的人 碰水就會 碰水就會 那他年輕的時候沒有 做那種洗頭髮洗 洗頭的小妹 對 很多人 洗碗的那種 或許就要換職業 要換職業 對 可是他當奶爸不能換職業 救生員 也不行 救生員如果手會這樣子 他也是要換 那偉文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像我自己也有一點點 但我都把它保護到不會發作 因為只要你碰到熱水 或是用太多肥皂的時候 手就會開始澀澀的不舒服 那時候你就知道說要發作了 趕快去抹乳液 然後這陣子少碰水 可是偉文剛開始還去洗盤子 還去用熱水 更慘 這很傷 後來就慢慢就 聽得吸 後來我要給中醫鼓鼓掌 後來我也去看中醫了 因為我皮膚看了四五年了 總算有一天我忍不住 問皮膚科醫生說 那我是不是這個藥永遠都要擦 如果不擦就會再復發嗎 他就說肯定會這樣 我說那我可不可以看中醫 他說請你去看中醫好了 後來我去看中醫 我看了三個月以後 第一次喔 突然之間那個富貴手不見了 完全都不會再復發了 吃完他的藥完全 我連不戴手套洗碗 洗臉都沒事了 我突然之間洗手 那個洗臉可以觸碰到我自己的肌膚 我開心了 你知道嗎 你這個應該把中醫留給製作單 一定很多人來問製作單 後來大概這樣半 他吃大概三個月的中醫就好了 可是不吃大概七個月以後 又來了 又來了 可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就一些地方破了一下就好 一下就好 但是我覺得有調理到我的身體 那我在想說 所以中醫在這方面也是滿厲害的 其實我想要補充一個 就是有關於富貴手的問題 因為我有一個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寶貝 他因為富貴手 他其實是因為年紀大了之後 他的抵抗力比較差 那後來他吃中藥 調理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我覺得療效有點久了 大概三個多月 所以我就是會建議說 他可以其實用一些 就是比如說韭菜水啊 可以泡手這樣效果也是還滿厲害 其實過敏跟皮膚病 都是可以根治的 但是大家注意生活細節就好 就剛剛所講的免疫系統的提升 吃東西不要太貪吃 而且糖的部分也是很壞對不對 對 糖是所有細菌 資深源 可是如果講完 現在我再送20杯珍珠奶茶 還是被吃 我今天已經送了 試料就好了 不要過難 謝謝大家 明明天天洗頭了 為什麼頭皮還常常發出異味 而且還會搔癢有頭皮屑呢 其實這個最常見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生活忙碌緊張 大家壓力過大 或是清潔過度所造成的 那要改善這個問題 其實是有一個小撇步 就是利用橄欖油來洗頭 橄欖油它的功效是在於 我們按摩頭皮的時候 它可以幫我們把一些 洗髮精沒有辦法去除的油垢 把它清出來 然後可以按摩深層頭皮 可以減緩我們頭皮的壓力 所以在使用上 可以大家一個禮拜挑一兩次 用差不多10公分範圍大小的橄欖油 輕輕的按摩頭皮 按摩個10到15分鐘之後 照正常的程序洗頭 就可以把這些平常你沒有辦法洗掉的 油汙油垢把它清洗掉 而且還會讓頭皮舒緩抗壓喔